第1515章最后的了断 五湖至尊卡有好几张 但五湖朱雀卡却只有一张 他不仅能免费享受五湖集团旗下一切 还能调动资金和人手帮忙 最有价值的 他后面的编码也能让池卡人 分享宋红颜旗下的情报消息 当初叶凡就活了倩倩 宋红颜把叶凡当成这辈子最大恩人对待 也就把代表他意志的朱雀卡送给了叶凡 只是随着叶凡跟宋红颜的频繁来往和关系密切 宋红颜对叶凡言听计从和全身心付出 朱雀卡也就失去意义 因此叶凡也就顺手把他放在中海堂架 如不是今天见到朱雀卡 叶凡都快忘记他的存在了 随后他就赶紧向宋红颜发起了影片 影片没有晃动两下就被接通 俨然宋红颜今晚也知道相国变故没有入睡 很快叶凡就看到披着红色睡袍的女人出现在面前 怎么有空给我影片 宋红颜看着叶凡温柔一笑 今晚不是向郑国挂了吗 我还以为你忙着处理首尾呢 危机四伏 但还是可控 我还差点拿下熊天骏呢 看到娇柔的女人 叶凡绷紧一个晚上的神经 不知不觉松弛不少 只可惜太仓促了 没有好好布置 被那家伙跑了 不过苗风狼从他身上捡到一个东西 他笑了笑 就是你当初给我的五壶朱雀卡 朱雀卡 宋红颜巍巍一正 熊天骏身上带住你的朱雀卡 叶凡轻轻点头 是啊 我当初落在唐家 不知道怎么出现在他身上 不过他怎么弄到朱雀卡 现在不是很重要 我好奇的是 朱雀卡对他有什么作用吗 他接过话题 他拿到朱雀卡 能对我们做什么坏事吗 就如我当初跟你说的 宋红颜看到叶凡有所担心 神情也变得肃穆起来 朱雀卡不仅能消费和调动资金人手 还能透过他后面编码 共享我的情报网络 打拼这些年 我向来知道讯息和情报的可贵 所以很早就组建了一批商业间谍 他们不警惕 我掌控五湖集团的情况 还替我收集对手以及其余势力的动向 朱雀小组吃了我不少钱 人员和精力 但也真的给我带来巨大好处 五湖集团能够迅速壮大 朱雀小组至少有一半功劳 预见 你的时候 朱雀小组已有500核心人员 8000外围人员 市值10亿以上的公司或势力 都有朱雀成员 他补充一句 他的实力和效率能排进整个神州前十 叶凡轻轻点头 看来你确实耗费不少力气 不然当初也不会跟我说天下消息 说天下消息 宋红颜娇笑一声 一个是我当初想要的蓝图 二是 以你当时所处环境 足够满足你需要 叶凡也笑了笑 确实如此 自己那时还是上门女婿 没什么格局眼见 随后他问出一句 朱雀小组现在运作得怎么样 你拿下蔡玲之后 我就进行了资源优化 宋红颜告知叶凡 我把朱雀小组给他合并运作了 强强联合 不仅效率高了三成 还让蔡家坐稳了情报龙头位置 当然 出于神州规则 蔡家避开了三大基石他们 他转回话题 朱雀小组虽然被蔡家合并 但朱雀卡并没有失去意义 还是可以打听消息 熊天俊把他偷过去 通过蔡家渠道打听消息 这是可以操作的 只是好像没多少意义 毕竟他不可能天天通过 朱雀卡刺探消息 朱雀卡限定 了一天一次 有了次数限制 他对熊天俊就成鸡肋 而且熊天俊这样神出鬼没 表示他也有自己的特殊管道 他自己都可以刺探到想要的消息 又何必弄来朱雀卡 接住我们渠道呢 宋红颜不断推敲着熊天俊的意图 熟悉 渗透 掌控 叶凡突然打了一个机灵 坐置了身子 眼里闪烁一抹光芒 朱雀卡对熊天俊刺探消息 没多少意义 但可以让他熟悉 朱雀小组和蔡家运作 一旦他慢慢了解 蔡灵芝他们运作方式 熊天俊就能透过朱雀卡 慢慢渗透 派人或收买 长此以往 熊天俊不仅能窥探蔡家的情报 还能透过蔡家触角 去刺探他要 的东西 甚至必要的时候 他引导蔡家渠道犯下大错 比如让蔡家探子去刺探国家 或三大基石机密 一旦违规 让人感受到蔡家对国家 得威胁 蔡家渠道就会被端掉 他眼皮直跳 我和蔡灵芝也很可能背负盗窃国家机密罪名 这么一说 我现在都怀疑蔡家渠道 已被熊天俊有所渗透 宋红颜撬脸随之一变 不然他怎能好几次对你背后捅刀子 熊天俊这王八蛋 行事作风还真是阴沉 每次都杀人无形 叶凡碰的一声一拍桌子 黄言 你联络蔡灵芝 好好清理一下蔡家渠道 尽力挖出熊天俊的棋子 趁着 对方还没壮大和靠近核心 给我不惜代价拿下他 不然将来渗入关键位置 蔡家和我们都有麻烦 还有 把各种作业系统和电子联络方式也变一变 叶凡迅速发出指令 熊天俊他们有骇客高手 搞不好透过朱雀卡破解了什么 宋红颜轻轻点头 好 我待会就去找蔡灵芝 这件事我会亲自盯住 绝不会给你拖后腿 你在相国不要分心 审 办 成和大王子倒下 正是大洗牌的时候 收益和风险并存 你要集中注意力 语人提醒叶凡一声 放心 相国局面不会再有变故 叶凡很有自信 接着欠一句 红颜 对不起 我该好好保管朱雀卡的 如不是他觉得朱雀卡已成鸡肋 随手扔在唐家别墅 又怎会有现在的危险 当然 他当时的眼界和高度 都决定了他看不到乱丢卡的风险 不关你是 宋红颜一笑 要怪就怪把卡给熊天骏的人 叶凡沉默 只是抬头望向了中海方向 对了 相国一战 还掉五大家和我外公的本金 以及给相国十个点税费后 霍氏基金收获颇风 宋红颜想起一事 原本七凑 八 借财有2000亿的霍氏基金 现在账面上躺着足足4000亿现金 这是完全属于自己能够支配的现金 而且是500亿收购第一桩产业 以及归还百花银行借款后剩下的钱 霍子燕想要问一问你 有没有特殊的安排 他问出一声 如果没有 他就要开始运作这笔钱了 让他鸡生蛋 但生机地跑起来 让他给我转100亿作为相国经费 叶凡背负双手起身 望着中海方向的天空叹息 另外 给唐若雪500亿 让钱圣伙亲自交到他手里 这也算是我跟他最后的了段了 第1516章铁面无私 在叶凡让宋红颜给唐若雪 第二个500亿的隔天 随着叶凡的指令发出 整个相国很快就掀起一波又一波的重磅新闻 审办成父子古时决战失败 夺位无望 穷凶极恶杀掉大王子的消息 更是传遍了大街小巷 满城风雨 无法压制讯息 涉及各方只能站出来表态 先是向国王室谴责 这是一起极为恶劣的谋杀 击杀一国王子 等同于对相国开战 他们会不惜代价找出凶手 给向正国陪葬 同时维护王室不可侵犯的威严 接着 相国官方也站出来 宣告成立调查小组全面介入此事 再大的困难 再大的背景 官方也会查个水落石出 不冤枉一个好人 但也不放过一个坏人 同时他们呼吁各方保持克制 最后 各大战区也宣告 向国稳定压倒一切 真相没有调查出来之前 绝不允许各方声势 一旦闹出流血冲突 各大战区会毫不犹豫介入 进行全程戒严 保护子民利益与安全 一时之间 相国暗波汹涌 比起许多势力的官望和明哲保身 叶凡却忙得停不下来 他让黑头驼他们组织了上万人 跑去第一桩门口不断喊叫 严惩凶手 叶凡也播放第一桩 跟大王子的恩怨情仇 宝莱坞还在软禁院的提供下 公布向正国曾经多次股市狙击第一桩 揭露双方不可调和的矛盾 不管调查组信不信 总之 叶凡把节奏带得十足 让全场子民几乎都相信 是审办成父子杀人 于是第一桩被包围的水泄不通 还被人砸入无数石头和臭鸡蛋 全民喊住打倒黑心商人审办成时 叶凡宣告免费治疗各方绝症病人 还拿出100亿作为运作基金 这消息一出 叶凡公顷受到了吹捧 不仅把他称呼为 相国第一善人 还联名尚书王室给叶凡授予爵位 叶凡对这一切却毫不在意 甚至审办成的生死 叶凡不再介入 只是让独孤伤暗中盯住 这个风口浪尖 叶凡如果对审办成下死手 不但没有意义 还会招致一堆麻烦 随后 叶凡的注意力落在调查小组身上 他知道 调查小组一定会找上自己 事实也如叶凡所料 下午五点 从金智林救治病人回来的叶凡 刚抵达门口就被十几辆车子包围了 车门打开 钻出几十名身穿制服的男女 一个个神情消杀 目光伶俐 他们堵住了叶凡的去路 贺怜清雪也带着卫队站在后面 背负双手 冷眼看着叶凡 似乎哄朝他好日子到头了 接着 一个身材魁梧 却秃头的白衣老者 挺住披九度 趾高气扬的出现 他来到叶凡面前 拿过一张法令 叶凡 我们是大王子 一案调查组的 我是组长叫向清天 这是副组长阮公平 副组长王公正 行动队长赫连清雪 你和阮金苑小姐 是郑国府邸的现场目击证人 也是两大嫌疑犯 我们前来传唤你们到第十九经署 配合调查 还有 请你把阮金苑小姐也叫上 我们无法打通她的电话 也无法联系上她的踪迹 她如果躲起来不出现 我们将会认定她 畏畏罪潜逃 你不要反抗和拒绝 我们带足了权限 对你具有先斩后奏的权利 一旦你们不服从调查组指令 我们可以把你就地正法 像清天拿着红通通的公文 对朱叶凡发出了一连串的指令 言语还带着一股子威胁 他还把身边的两个 一高一矮 两个老者介绍了一遍 让黑头驼和黑玫瑰惊呼了一把 今天来的 可是德高望重 鼎鼎有名的相国三公 王室清风向清天 官方铁面软公平 战区无私王公正 这三人 不只是王室官方战区的老顽固 也是民国子民心中的大好人 别说一般人要对三人静若神明 就是各大王子见到都要毕恭毕敬 逢年过节还要上门慰问 三人联手调查大王子一案 可见相国高层彻查此案的决心了 毕竟换成其余人调查都难于服众 也难于堵住各方的嘴 相组长 阮组长 王组长 你们好 你们好 配合 配合 我是第一大善人 还是大王子的挚友 怎么会不配合呢 只是我刚就治几百个绝症病人回来 水都没喝 衣服也没换 给我一点洗澡时间行不行 而且联络阮总需要一点时间 再说了 大家一路辛苦了 里面吹吹 空调 休息一下 让我静静地主之意 黑玫瑰 上茶 上好茶 叶凡没有如赫连清雪想象的 把这些人轰出去 反而绽放笑容把三个领头 引入大厅 同时 黑玫瑰也把其余人调查员 请到另一个偏厅 好吃好喝的伺候 像青天 阮公平 王公三个微微皱眉 想要抗拒 却被叶凡热情迷惑走了进去 贺连清雪微微皱眉 想要喝觉却闭嘴 他虽是九王子轻信 九王子现在也躺赢 可越是这样 他越不能给九王子蒙羞 他要给调查组长 一点面子 叶凡 不要搞乱七八糟的事情 赶紧洗澡换衣服 再叫上软禁院 跟我们走 在大厅落座 吹着空调 像青天摆足了架子 只是说话的时候 有意无意侧住身子 功臣或凶手 你是不是大王子好朋友 你说了不算 我们会好好调查的 他很 是直接的敲打着叶凡 让叶凡 不要玩虚头八脑的东西 调查小组 对郑国釜底一事 有自己的判断 三位组长 别急 喝杯茶 不会耽误你们正式的 叶凡挥手 让白如歌去泡好茶 如歌 记得 泡最贵的 在白如歌转身离去时 叶凡突然望向向 青天冒出一句 向族长 你的腰是先天性腰椎滑脱吧 他目光炯炯 望向侧住身子的向青天 向青天微微的一愣 然后点头道 你怎么知道的 我是有这个病 叶凡一笑 我可是金智林医生 我连绝症病人都能救治 你这病 我一眼看出来了 向青天三人呵呵一笑 不知可否 在他们认知里面 叶凡就是神棍 忽悠那些绝症病人 毕竟生命所剩 无几 任何一点希望 都会荡成救命稻草 叶凡朗生而出 腰椎第五节 与底椎第一节引炼 您的腰疼 隔半个月就持续一次 一般休息一两天就好 但只要是风雨欲来 你就会腰痛频繁 他补充一句 而且晚上常常睡不住 向青天笑容将至 眼神震惊 无形中坐直 你这个先天性腰椎滑脱 腰椎引炼 想要治好 除非是手术 叶凡身身揽腰 但是腰椎部位神经 血管密布 手术风险很大 而且缺损部位的移植 也可能出现排异反应 因此 你不敢轻易手术 一直靠按摩和吃药来保守治疗 只是随着年龄变大 如果不及时治好 你最多三年就要瘫痪在床 第1517张黄马卦 嗯 听到叶凡的话 向青天身子一抖 止不住站起 神情激动 你真是看出我的病 而不是调查一番得来 一眼看出 意味着能够诊治 你我今天第一次见面 我也不知道是你带队调查组 我怎么调查向组长 叶凡大笑一声 随后目光又转向阮公平 阮族长强职性急助言 已经到晚期了吧 没等他回应 他又看向了王公正 王祖 过敏性消踹 很难受吧 话音一落 王公正脸色一变 想要说话 却是一阵剧烈的咳嗽 脸色长得轻 他紧紧地按住胸口处 大口大口地喘息 喉咙发出咯咯的声音 好像要窒息一样 叶凡笑了笑 拿起银针上前 修修修几针下去 还运用生死式外挂 很快 他就把王公正的过敏性消 踹制好了 没等王公正欣喜若狂 说什么 叶凡又把软公平治好了 最后给向青天 落下九妹银针 向青天只感觉银针 宛如火烧棍一样 让他整个腰部灼热起来 接着化成丝丝热气 流入了经脉 脊背的关节也咔嚓咔嚓 发出一阵像是暴斗一般的响声 让众人止不住惊呼 没有多久 向青天腰痛的症状 竟然渐渐地消失了 十五分钟后 叶凡针灸完毕 示意向青天可以起来了 靠 好了 不痛了 真的好了 我可以随便坐 随便吊了 我 呼吸也顺畅了 一点都不难受了 我的背也能挺直了 不用跟骆驼一样了 真是神医 真是神医 服了 服了 向青天 阮公平 王公正三人全都欣喜无比 好像中了十个亿大奖一样高兴 只有他们才明白 身上这些老毛病无时无刻的折磨 究竟让他们有多痛苦 叶凡笑了笑 洗手 坐回椅子 从容自信 嗨嗨 欢呼过后 向青天反应了过来 咳嗽一声 让大厅气氛恢复正常 随即 他望向了叶凡 目光和蔼 叶神医 谢谢你就知道我们 多少钱 你说个数 阮公义和王公也都点点头 对 对 叶神医 这整费多少钱 他们神情都有一丝为难 叶凡笑着摆摆手 三位客气了 举手之劳 谈什么钱 再说了 你们都是向国德高望重的人 也是我心中的楷模 能为你们治疗 也是我的荣幸 他风轻云淡奉承三人 叶老弟 这不太好吧 向青天神情犹豫了一下 这诊费不给 我们就有点公私不分了 阮公平和王公正也苦住脸 是啊 这会让我们难做的 三人对叶凡的称呼不知不觉变了 三位 我给你们治疗 纯粹是因为医生对病人的负责 叶凡大笑一声 大意凛然 而不是我想要收买你们三个 为我训私枉法 我也从不敢有邪恩求报的想法 一是你们三个德高望重 是向国公平公正的象征 二 是大王子一案 我问心无愧 我经受得起任何调查和检验 而且我也不认为 这点治病的恩情 就能左右你们铁面无私几十年的作风 所以你们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 公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如果你们非要报答我的话 那我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对我的询问始终公平公开 同时希望 哪一天你们被换下去了 其余人担任调查组长 你们能够尽力过问 我的生死 叶凡落地有生 我不希望自己成为斗争的牺牲品 叶神医 你放心 调查绝对公平 有半点去打成招 我弄死他 对 叶老弟 我一定全场盯着审问 绝不让你受委屈 没有人可以在你身上栽一粒脏物 泼一点脏水 这调查组长和副组长 也只能我们三个担任 才能服众人 就算关键时刻换将 我们也会跟住此案到结束 软公平和王公正大受感动 一拍桌子纷纷表态 像晴天更是脱掉外衣 露出一件薄薄的金黄衣服 质地细软 还金光闪闪 很是吸引眼球 他把衣服脱下来 穿在叶凡身上 这是像王当初赐给我的黄马褂 他目光傲然 穿住 不仅能够植入王公健相王 还能靠他行不上大夫 你穿住 算是我一点心意 也 算是我的枕费 他和蔼笑了笑 如此一来 不管谁是调查组负责人 你都不会受到不公平对待 像王 这怎么好意思呢 这怎么好意思呢 叶凡很是客气 很是无奈 双手却最快速度 把黄马褂穿上 几乎同一个时刻 中海 唐家别墅 几辆豪华车子 开入了别墅里面 然后停在了主建筑门口 车门打开 钻出一身黑色西装的 前圣火 他跟唐七打了一声招呼 走入大厅 一眼看到正在看电视的唐若雪和唐七七 他来到唐若雪面前 把一本支票放下 唐总 这是五百亿现金支票 可以在神州各大行兑换 不过为了安全起见 我设置了一个门槛 一百万内 你可以委托他人办理 一百万以上 需要你亲自去银行兑换 他补充 一句 这是夜少让我转交给你的 坐在唐若雪身边的唐七七尖叫一声 哇 姐 子父好爱你 又给你五百亿啊 这秋天里的第一杯奶茶 还真是贵啊 如果你那五百亿没丢 你现在就有一千亿了 能进中海十大富豪榜了 他从小锦衣玉石 对钱没什么概念 但依然被五百亿再度震惊 所以口不择言 闭嘴 唐若雪给了妹妹一个白眼 随后看住支票冷冷一笑 算他还有点良心 把偷偷拿走的五百亿还回来了 只是这认错也太敷衍了 也不亲自滚过来 跟我说一句对不起 钱圣伙没有辩驳 也没有解释 只是淡淡一笑 夜少被关入牢里了 暂时回不来了 随后 他就微微鞠躬 转身离去 第1518章女人星 老李 看住钱圣伙离开的背影 唐若雪打了一个机灵 想要喊叫他问问状况 但高傲性子又让他咬住了嘴唇 不想出卖自己心底的关心 随后 他拿起遥控器 轻车熟路调住电视 找到国际频道 想看看相国会发生什么事 很快 唐若雪就看到大王子 向郑国横死的消息 虽然事件还在调查 也没有叶凡是嫌疑犯的消息出来 但唐若雪还是能判断牵扯叶凡有关 只是他无法窥探事情的来龙去脉 琪琪 给韩月发个讯息 问问叶凡怎么样了 私立一会 唐若雪坐回了沙发 对拿着手机的唐琪琪翩翩翩头 姐 你是想知道姐夫状况吧 唐琪琪翘起了白皙修长的双腿 没好气白了唐若雪一眼 你想要打听就自己直接问 钱总他们一定会告诉你的 你这样转弯抹角干什么 还有就是 脑子稍微正常的 都知道第一个五百亿 跟姐夫没半点关系 我就不信 你想不通里面的门道 你非要往他头上栽赃 干什么 你是不是不爽姐夫这样对你 所以故意找借口 对他肆意发现 我告诉你 你这样跟 妈一样胡搅蛮缠 会让姐夫对你彻底敬而远之的 唐琪琪往嘴里丢入一颗画眉 还不忘记提醒着子子 适可而止 闭嘴 唐若雪脸颊一烫 要你打个电话 唧唧歪歪干什么 其实我知道你想什么 你对姐夫 不 是你对叶凡还有感情 唐琪琪扬起翘脸 望向子子 但你大小姐的高傲性格 又让你拉不下脸说软话 加上灵秋灵在你面前被捉走 你觉得自己没有面子 也不够爱你 所以你就用作对方式来刺激叶凡 就跟小学生喜欢哪个女孩 故意拿铅笔戳人家一样 抢人家东西一样 不得不说 这也是你唐若雪的公主作风 只是你不是小学生了 叶凡也不再是上门女婿了 她是叶家人 是赤子神医 还有几千亿身家 她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 你既想刺激 叶凡出口恶气 又想叶凡乖乖回来包容你一切 哪里有那么好的事情 别说她身边一堆美女围绕 就是没有其他女人 她现在心性也不会跟以前一样迁就你了 你还用你刺猬的方式 只会让姐夫彻底离开 她现在有更多更好的选择 唐琪琪苦口婆心 你不能再端住了 子子跟叶凡的恩怨情仇 唐琪琪几乎都清楚 所以希望子子能做出改变 就算不是为了叶凡 就是下一段感情 姐姐这样高傲和刺猬 也只会一场空 唐琪琪 你不是当事人 别给我胡说八道 唐若雪呵斥妹妹一声 随后目光望向了桌上的现金支票 这五百亿 预期说她对你的宠溺和迁就 不如说她想要尽快跟你切割 唐琪琪苦笑一声 戳破唐若雪心理的幻想 随后转身向楼上走去 还有 叶凡现在什么情况 你要了解 就自己去打听 我可没兴趣扯入你们的事端 而且过几天我就要去上班了 我估计要去向国黑白领彩蜂 公司年底要拍一集最美好 最顶尖的婚纱照 我要过去踩踩点 做做背景板 所以接下来一个月 我让大姐或者吴婶回来照顾你 另外 我劝告你 如果还期望叶凡回到你身边 这五百亿 你最好还回去 她一边说一边伸懒腰 曼妙身子在楼梯口展现的淋漓尽致 看住妹妹的青春活力 唐若雪想起了自己昔日的青春 也是一样的朝气与意气风发 只可惜 现在的自己被生活毒打得不成样子 她欺然一笑 随后拿出了手机 唐若雪挺住肚子来到了阳台 翘脸犹豫一番 最终从黑名单调出一个名字 宋红颜 她拨打了过去 电话另端很快响起了 宋红颜的甜蛋声音 唐总 怎么有空给我电话 接着她又响起什么 对了 五百亿 我已经让钱总送过去了 你收到了没有 唐若雪很不习惯跟宋红颜打电话 只是想到唐琪琪的话 挤出一句 宋总 不好意思 冒昧打扰了 五百亿收到了 她低声一句 我想要问一下 叶凡怎么了 宋红颜浅浅一笑 叶凡很好 唐若雪嘴角微微牵动 我听钱总说 叶凡被关了 宋红颜依然笑笑 叶凡很好 唐若雪追问一声 我看新闻 大王子向郑果死了 叶凡被抓 是不是跟这事有关啊 毕竟能让叶凡进去的事情没几件 宋红颜轻描淡写 叶凡很好 不是 宋总 我就想知道叶凡如今怎样 不是想要纠缠她 唐若雪的俏脸渐渐沉了下来 你就不能给我一点确切消息吗 对不起 唐总 事关叶凡生死 她的事情 我不能太多泄露 宋红颜想着那张被熊天俊拿走的朱雀卡 而且她也不需要你的担心 她是我宋红颜的男人 她真有事 我就是对整个相国也要救她出来 哪怕就不了她 也会跟她一起死在法场 她淡淡一笑 所以你安心养胎吧 她 唐若雪挂掉了电话 翘脸冰冷如霜 她也算一个高傲的人 何曾这样被人堵的半句话说不出来 而且宋红颜太事明摆住在提防她 只是她没有跟以往一样发泄情绪 而是缓缓走回到唐家大厅 她的脸上少了一些尖利神情 多了一丝沉思和从容 唐若雪越来越发现 手上什么都没有的自己 就跟一个笼子和瞎子差不多 咻咻 想到这里 唐若雪坐回了沙发 拿起签字笔写了一张十亿的支票 唐七 给你一个月 唐若雪把唐七叫了过来 把这十个亿给我花出去 几乎同一时刻 相国警署调查组大厅 赫连清雪几乎要气得吐血 案子还没好好调查 叶凡就靠医术把调查组的五十多号人 全部医治了一遍 上至向青天三的组长 下至扫地的阿姨 一个个对叶凡满脸笑容 吃好 喝好 几乎按照叶凡的供述审案 不少一点 只要叶凡能找到借口解释 调查小组就同意叶凡的说法 赫连清雪口气严厉一点 就马上遭到向青天他们呵斥 三公告知叶凡只是配合调查 不是犯人 不能这样训斥 而且就算是犯人 也是有人权的 赫连清雪提问大鹏 从来没有练习过毒术 拿什么毒药毒杀几百人 这样被调查小组反问 向大鹏没证据显示 修炼过毒术 叶凡就有 一轮询问下来 审办成父子最大恶极 而叶凡却成了杀死 向大鹏的大功臣 赫连清雪忍无可忍 转身出门 对手下赫道 走 去见九王子 我要让他把库立象八皮请出来 第1519章军星 叶凡被请进调查小组的当天下午 相国市中心 穿过城市的巷河上游 和神大殿 一个身材笔挺的青年 正带着一众华衣权贵 毕恭毕敬 祭拜和神 青年三十岁不到 一身白衣 轮廓分明 头上截住麻花便 很是温润如玉 他很是耐心地接受一系列礼仪 还响应着大祭司的三寇九拜 给人无比的虔诚之感 赫连清雪在大殿门外远远看住 双手低锤 目光急切 却不敢有半点打扰 半小时后 白衣青年跪在地上 接受大祭司的头顶抚摸 被祈祷一番后 才起身退出大殿 向少 几乎是白衣青年刚出来 赫连清雪就快不从后面走了上来 毫无疑问 白衣青年就是九王子向连城了 白衣青年波澜不惊 看住缓缓流淌的象河开口 回来了 回来了 赫连清雪很是生气 叶凡这混蛋太不像话了 太无法误天了 我就没见过他这种 自以为是不懂尊卑的家伙 昨晚当着我的面 毕掉向问天 早上擅自散播大王子死讯 下午更是用医术 汇赂了整个调查组向青天 阮公平和王公正 他们全都被叶凡摆平了 叶凡还发动舆论和患者 四处宣告第一庄和大王子恩怨 陈半成父子现在都被民间审判成凶手了 但凡有半点出入就指责调查组黑幕 他很是恼怒 大王子一案 八成是查不下去了 审半成是第一庄主示人 是大王子对手 也是相国首富 向连城脸上没有半点情绪起伏 他的分量担得起凶手两个字 可你我都清楚 向郑国九成九不是审半成父子杀的 赫连清雪脸上带着一股子焦急 好像不把叶凡绳之于法 他就睡不住觉 向大鹏就是一个有勇无谋的莽夫 靠拳脚杀十个八个人我能相信 三百多人还用毒 根本不可能啊 而且那一场大火也摆明是毁尸灭迹 当然 最重要的一点 在我们的情报中 向郑国和审半成早已勾搭在一起 至少向国股市一战 向郑国跟审半成使联盟 第一 那个给第一桩股票助力的神秘基金 就是向郑国旗下 向郑国竭尽全力帮助审半成 还损失了几百亿 审半成怎会对他下死手 这说不通 而且叶凡当着我和护卫营的面杀死相问 天 也昭示了他要赶尽杀绝不留后患的态势 他补充一句 所以肯定是叶凡血洗了郑国釜底 然后嫁祸给审半成父子 贺连清雪虽然心高气傲 但跟随九王子多年 许多弯弯道道都能看清楚 让他气愤的是 明明心知肚明的事情 叶凡却睁着眼说瞎话 调查小组更是装疯卖傻 不戳破叶凡的谎言 就算是叶凡干的 审半成和向郑国死了 对我们也是有力无弊 向连城风轻云淡 一下子少了两大阻碍 我起码可以少奋斗十年 再说了 叶凡跟楚子轩是朋友 我跟楚子轩是兄弟 算起来我们跟叶凡 也算有渊渊无足啊 还让你适可而止 帮叶凡一把 你怎么反而想着 证实叶凡是杀人凶手 他的语气没有什么责备 却能直透贺连清雪内心 你跟他有仇 我跟叶凡没仇 感受到向连城的威严 贺连清雪打了一个冷战 不过很快又挺直腰板回应 只是郑国府邸 见识叶凡杀掉向问天的狂妄 我心里就告诉自己 绝不能让叶凡扯上你 向少 我就是知道 咱们跟叶凡那点渊源 所以才积极 捉拿他 揪出他撇清他 贺连清雪向向连城 告知自己的心声和想法 不然 向国调查组将来查出 他真是凶手 咱们又没有针对叶凡的动作 很容易让人以为 是我们唆使叶凡所为 我现在就听到不少风言风语 都在议论 叶凡是你请来向国 对付大王子他们 你们 两个还故意不联系 保持切割 这样叶凡无论成功或失败 都不会牵扯到你 特别是叶凡昨晚拿出 剑像如亡的信物 更加让人认定 你们两者有密切关系 白鱼大象就是叶凡最后的仪仗 也是佐证你们关系密切的证据 所以我才积极参与此案 希望查出真相定死叶凡 让外人无法指责你什么 毕竟如果你真牵扯到大王子死亡 是绝不会想着定罪和审判叶凡的 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 叶凡这混蛋太狡猾 轻而摆平向倾天他们 他俏脸带着一股子憋屈和担忧 我觉得 王子你应该奏紧向王 停止三宫调查组长职务 让向八皮去审问叶凡 大王子死掉 审办成垮了 九王子尚未再没悬念 他不希望这个节骨眼叶凡这个凶手拖累九王子 而且他希望向八皮过去 用小皮鞭把叶凡抽啊抽起来 这样他也能出口恶气 这只能说 叶凡确实能耐不小 比咱们听的 看的 搜集的 还要厉害像 连城神情缓和了下来 收回了落在巷河上的目光 对叶凡不要多事了 让他自生自灭吧 哪怕我们出于瓜田里下的考虑不对他援手 也不要为了彻底清白落井下石 怎么说他也是楚子轩的朋友 我们大局已定 没有敌手 不要再节外生枝了 偶尔一些污点也不用放在心上 向连城背负双手 在河边慢慢走着 强敌已死 余孽的非议 无所谓了 贺连清雪眼皮一跳 可是 他内心深处还是不想放过叶凡 一是希望定罪叶凡切割九王子 二是觉得那混蛋太嚣张 你啊 就跟像大鹏一样 勇猛有余 看到爱将一副很是不甘心的样子 向连城掠过一抹浅浅笑容 随后他又望向了人声鼎沸的下游 不 应该说你被怒意蒙蔽了眼睛 看到这个案子背后的真正东西 贺连清雪一愣 什么真正的东西 向连城淡淡开口 你是不是觉得像青天三个老糊涂了 被叶凡随便用医术忽悠就失去了立场 没错 向青天三宫简直就是老年痴呆 叶凡忽悠什么就是什么 贺连清雪倾诉着苦水 当然 我也承认 叶凡医术确实厉害 妙手回春就治了很多人 可比起 大王子的案子 病情这种小恩小惠实在不算什么 可像 青天他们就是失去立场和水准 不是老糊涂是什么 他对三宫很有怨言 觉得他们不配做组长 向连城一笑 贴着河边缓缓前行 你啊 还是太年轻 太天真 连你都知道 叶凡医治是小恩小惠 比起郑国府邸一案微不足道 难道你以为像青天他们不知道 不 像青天知道 阮公平知道 王公正也都知道 他们德高望重 小于官方和民间 历经几十年审服 所经大案更是双手双脚数不过来 这样的三宫 你以为会老糊涂 会被人忽悠 小瞧他们了 叶凡要干什么 他们要干什么 三宫心里跟民进士的之所以这样 偏袒叶凡 不过是他们早就知道 这个案子的最终走向 向连城又望向了河面 平静之处 深不可测 贺连清雪一愣 早就知道案子走向 还没审问 怎么就知道结果 军心 向连城丢下两字 随后一笑离去 第1520章哪个老人家 我去赋宴 阮经院去黑巷蒙接我 我们抵达镇国府邦 就听到枪声阵阵 狗飞不一向 大鹏杀了大王子 我痛失手足 悲愤不已 不顾危险 怒杀向大鹏 向问天跟向大鹏 是一伙的 要杀我灭口 我一时手抖 抱了他脑袋 说个锤子 很明显的 沈半城父子 是杀人凶手 我可以提供监视影片 给你们的 绝对不是什么剪辑出来的 阮经院的下落 他殉情了 这是他留下的殉情影片 真是好女人啊 太痴情了 太感动了 出去后 我要给他立牌坊 在 赫连清雪消化这 向连城的话时 叶凡也就治完病人 正经危坐 把郑国府邸 一按正正规规 说出来 坐在对面的向青天 他们一边聆听 一边发问 还让监控 把询问过程 全部记录下来 两个小时后 全部询问完毕 向青天让人 关掉了记录器和监控 去 把询问过程 叶凡口供 郑国府邸监控 调查组的判断 全部拷贝五份 一份送王室元老会 一份送给战区 一份送给官方 一份送给向王 一份送给向太后 向青天 叫来五名可靠的调查组成员 让他们各带一份 初步调查 送给五路人马 接着 他又把其余 调查人员安排出去 关闭监控后 望向叶凡笑道 叶神医 询问基本完毕 今天辛苦你了 我们在现场的 勘查痕迹 以及找到的物证 完全能够印证 你给予的口供 这说明你的供词 没有水分 也说明你绝对配合我们 在我们看来 初步看来 你是清白无辜的 不 不仅是清白 还是大功臣 如不是你汉不畏死 跟向大鹏做斗争 他估计就跑掉了 案子是了 我们不但会还你清白 还会给你寄大功 不过因为事关大王子 与几百人命 出于安抚各方人心 和突县调查小组重视 你要在警署 留在48小时 毕竟对很多人来说 重视程度跟效率无关 而是跟时间紧密联系在一起 向青天开成布公 希望夜神医你能够谅解 阮公平也笑着出声 夜老弟 帮忙 为了大局 你委屈两天 王公正也一脸不好意思 夜老弟 你放心 绝对吃好喝好 跟家里一样 我给你安排单间 哈哈 三位老哥客气了 夜凡从椅子上起来 走到桌子旁边 倒了一杯红茶 不就住两天吗 没问题 怎么对案子有利 怎么来 咱们一切以大局为重 你们也不要感到为难 咱们是朋友 朋友嘛 不就是你帮我 我帮你嘛 夜凡很是痛快 答应住下来 他心里也明白 怎么现在可是唯一活口 这样半天不到 就离开警署 很容易让向青天他们 被攻击敷衍审案 夜凡跟住向青天他们 刚离开询问室 外面走廊就刚好走来 一批华裔男女 带头的是一个 戴着面纱的中年女子 身材高挑 气质淡漠 给人冷冰冰和凶横的感觉 看到夜凡跟向青天他们 谈笑风生 中年女子就脸色一沉 向组长 你们就是这样审问嫌疑人的 有人投诉你们 被犯人医术贿赂 我原本还不怎么相信 没想到你们果然失去立场 他声色俱立 这一案 我要质疑你们的公正 看到中年女子 向青天他们微微皱眉 有所忌惮 却也不屑 月如沟 我们三公做事 不需受你监督 也不用向你交代 向青天很是直接 你是不是质疑 是你自己的事情 我们三公问心无愧就可 你 向青天 你这个老顽固 越来越放肆了 中年女子目光一寒 你有什么资格向我叫板 我是王室血脉 也是王室老臣 谈不上大权在握 但也是一呼百应 向青天冷笑一声 而你 不过是太后的管家 一条狗 我怎么没资格跟你相比 叶凡文言多看了月如沟一眼 想不到他是像太后的人 看他对自己充满敌意的样子 估计跟向郑国关系密切啊 一只狗 好 向青天 我会把你的话告诉太后 月如沟怒急而笑 到时太后收拾你 你可不要怪我告你的状 你一向喜欢打小报告 别废话了 有时说是 没事滚蛋 向青天保持着强势 我们要送夜神医去求是 你 行 我记住你 我今天过来 是替太后问一声 审问情况怎样了 月如沟挤出一句 大王子的死必须水落石出 必须真凶伏法 这一件案子 你们三公如果不认真 不让太后满意 那以后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他喝出一声 你们全都可以滚回去卖番薯了 询问过程和各种监控记录 已经拷贝五份送了出去 向青天脸上没有半点波动 向太后一个小时内就会收到 要知道什么情况 就回去看我们的详细报告 还有三公做事从来不是为了什么人满意 而是为了维护公平公正的法律 最后 纠正你一点 夜神医不是嫌疑人 不是犯人 是现场唯一证人 我们请他回来是询问过程 而不是定罪的 他今天留下48小时 也不过是做好市民 以后 请月管家你注意用词 不然我们会生气的 我们一生气 就会主动查月家的账 一查 月家就可能跟第一桩一样完蛋 好自为之 说完之后 他就笑着对夜凡厕手 夜神医 请请 夜凡笑点头 跟月如沟擦肩而过 月如沟目光凌厉 宛如野兽盯住他 还带着一股锋利的杀意 夜凡没有理会 悠闲自得来到赴一楼的单独求是 在阮公平和王公正去办理手续 和叮嘱警卫戒备时 向青天留了下来 轻轻一拍夜凡的肩膀 夜老弟 谢了 这一句感谢 在外人耳朵 肯定是以为他感谢夜凡救治 或感谢夜凡配合 唯有夜凡笑容变得意味深长 他老人家确实应该好好谢谢我 正要走出求是的向青天停止了脚步 抬头望了一眼还没启动的摄影机 随后他对住夜凡笑了笑 哪个老人家 能让三公急住我救治病症 有意无意偏袒我的老人家 放眼相国估计也只有一位吧 夜凡深深懒腰靠在一尘不染的石床上 漫不经心回了向青天一句 向青天眼皮一跳 瞳孔瞬间凝聚 像刀子一样盯着夜凡 他的眼眸充满震惊和难以置信 似乎没有想到夜凡能窥探到那么深 两久 他大笑一声 目光深邃了起来 夜凡 我还真是小瞧你了 向青天好奇问道 看来你早预料到自己的结果了 第1521章一箭删除 原本我不清楚自己能门混过关 还是要承受血雨腥风 夜凡对于向青天还是很有好感的 毕竟他一直有意无意照顾住自己 但当我看到 我只好你们三人病症后 你们毫不掩饰偏袒我 我就知道我不会有事 向青天背负双手 你就这么自信 你们三个虽然是调查组长 但决定不了我的命运 更不可能因为我的小恩小惠 失去立场 夜凡开始跟响 青天开诚不公 之所以偏袒我 不过是有人受益你们保全我 而能让你们三个 毫无意义庇护我的人 除了向往老人家 不会有第二个人 他直接点出背后的人 刚才月如沟所为和仇视 也佐证了夜凡心里的猜测 向青天淡淡一笑 推测很不错 只是你说一说 你跟向王素未谋面 你还涉嫌杀了他儿子 他为什么要庇护你 他追问一声 这好像 没什么道理啊 很简单 夜凡接过话题 他老人家早就希望向郑国死了 比起九王子他们 向郑国都快向五十岁奔去了 对王位的渴望和炽热 胜过任何一个王子 向连城和向沙虎 还有耐心等十年八年 但 向郑国估计三五年都熬不下去了 他每天锻炼自己 吃牛肉 就是想要自己活久一点 免得熬不过向王先挂一步 所以对向王来说 像 郑国这个大儿子 就是一头卧榻旁边的狼 还是鸡肠鹿鹿 要吃掉自己的恶狼 地家无情 对于享受过至高权利的人来说 金钱女人 儿子家人都不如王位重要 地家无情 对于享受过至高权利的人来说 金钱女人 儿子家人都不如王位重要 他也绝不会允许 在自己没死去之前 有人把他夺走过去 虽然向郑国是自己的儿子 但对于向王来说 窥探王位 想要自己死的人都是敌人 而且向郑国也确实 酒后失言 喊住希望向王早点死 这就注定富与子之间 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了 只是向郑国毕竟是自己儿子 有不少血统论的王室人员支持 如果我估计不错的话 太后就是最强大的后盾 外妻也是举足轻重的 泛国王室 向王再怎么讨厌和戒备向郑国 也不可能亲自动手除掉 因为牵扯实在太多人了 于是他只能唆使各个王子斗争起来 希望向郑国能在继承人争斗中被洗牌 可惜向郑国太强大了 各个王子名争暗斗一番 向郑国不仅没有背 干掉 反而成为三大候选人之一 更是把王室内外凝聚起来 这让向王很是头痛 这也是他放纵向沙虎肆意妄为的原因 是我很不希望看到我站在向郑国阵营 只是第一桩股市决战时 向郑国又出手帮助审办成 这让向王生出迷惑也暂缓打压我的念头 不过向王还是对我做了一个警告动作 那就是股市资金离开突然提高到十个点税收 在向王想要厘清我跟大王子究竟是敌势有时 郑国府邸就被人血洗前进了 而最大的嫌疑人就是我 向郑国死了 不管人是不是我杀的 向王都少了一个心头大患 不用担心睡个觉就被人砍了脑袋 他心里高兴也就对我感谢 叶凡望向了向青天 只是他不能自己表现出来 只能让你们照顾我一把了 向青天眯起眼睛哼了一声 天马行空的想法很不错 只是你为什么觉得向郑国死了 向王不是趁机弄死你 做事你杀死大王子罪名 而是庇护你一把呢 毕竟把案子查个水落石出把你定死 他反问一声 不只可以堂堂正正给王室各方交代 也可以彰显向王对大王子的父子情深 这也是向青天曾经的心理疑问 尽管已经得到答案 但还是问出来 想要看看叶凡的推断 很简单 三个理由 叶凡一笑 一个是我不会坐以待毙 你们非要弄死我的时候 我肯定杀出血路跑掉 以我吓死人的递进实力 会有很多人死在我手里 同时 一无所有又强大的我 很容易给向王带去刺杀的风险二 我虽然是叶家弃子 但始终是叶天东和赵明月的儿子 还有 这次股市一战 他应该还见到五大家对我的支持 针对我往死里挡 对向王来说麻烦太多了 三 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扶持我一把 会给人营造我是向王的剑如此一来 想要 重新争夺的落魄王子 一家独大的九王子 都会因我这把向王的剑安分不少 叶凡看得很透 而且向郑国和沈半城余孽他们 对向王的仇恨 也会先落在我的身上 啊 向青天完全僵直了身子 目光死死盯住眼前的叶凡 这一番话 正是对他器重无比的向王 安排他做调查组长时 推心致富的话 如不是向青天确认两人对话时没有第三者 他都要以为叶凡躲在床底下偷听到这些 他拍拍身上衣服 摸摸脸 重新审视叶凡 目光深处 高看一眼 年轻人 好好休息 光明很快就会来临 向青天还想再探究什么 私立议会却打消念头 只是笑容玩味提示一句 不过黎明之前还是有最黑暗的时刻 有人护你 也就有人想要弄死你 他一拍叶凡肩膀 还把叶凡手机悄悄塞回他怀里 随后就离开了求是 叶凡一笑 随后就洗漱吃饭 吃饱喝足 他打开一天没动过的手机 很快看到不少未接来电核讯息 其中唐若雪的名字很显眼 叶凡头一疼 没有打开查看 而是选定唐若雪的讯息 一键删除 他不想这个时刻再承受女人的刺激 凡看完手机后 叶凡就去洗澡睡觉 对他来说 努力修整是王道 这一案恐怕还有余波 很快 叶凡呼呼大睡 在监视器底下的他 说不出的祥和更安宁 凌晨两点 一条软管放入了求是 不断释放着若有若无的白烟 很快 整个房间就被白烟填充 像是人间仙境一样 五分钟后 求是的门哗当一声被打开 几个蒙杀女人以傻而入 动作利索把昏迷的叶凡扛起离开 第1522章我不装了 打开记录仪 把叶凡给我绑在铁椅上 再注入两枚软金叶 让他失去力气 不要担心伎俩 只要不死人就行 土针记准备 我们要最快速度 获取最真实情报 化解他身上的佛祖罪 让他醒来接受我的催眠 双管齐下 一小时后 相国第三警署地下审讯室 月如沟一脸阴沉发号施令 随着他指令一个个发出 十几名男女动作利索 行动起来 把昏迷的叶凡 绑在铁椅上 接着 好几枚针记注入叶凡身体 让他身体一动 缓缓苏醒过来 只是 没有等软绵绵的他睁开眼睛 又一个身穿制服的中年男子过来 他拿出一枚土针记 扎在叶凡的手腕上 叶凡头微微摇晃 看起来意识不清 刺眼的灯光暗淡了下来 整个房子隐隐绰绰 给人一种恍惚和迷离之胆 月如沟上前一步 手里拿着一个摆球 放在叶凡面前左右晃动 他掌控住叶凡的思想意识 叶凡 我是月如沟 我是你的主人 你是我的奴仆 月如沟声音带着一股雌性 你身为奴仆 要服从主人一切指令 知不知道 叶凡木然回音 知道 月如沟继续蛊惑 我要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知不知道 叶凡点点头 知道 月如沟保持着语调 我问你什么 你就老实回答什么 知不知道 叶凡很是诚实 知道 好 我现在开始问你 你叫什么名字 叶凡 你父母是谁 亲生父母是叶天东和赵明月 养父养母是叶五九和沈碧晴 很好 你现在最爱的女人是谁 是做什么的 华一门主 宋红颜 相国首富沈半成是不是你好朋友 不是 她是我敌人 她害了千尹 我要报仇 不错 你跟阮静院是不是好朋友 我们是朋友 月如沟目光多了一分深邃 她现在跑去哪里了 是不是你把她藏起来了 大王子死了 阮静院很伤心 说以后过不了富贵生活了 而且大王子一死 她脱不了关系 轻则受苦 重则坐牢 她想不开就跳河了 叶凡声音不带任何感情 我说她殉情 只是看在朋友一场份上 想要给她留点面子和佳话 嗯 听到叶凡这一回答 月如沟止不住皱起眉头 似乎有点意外 阮静院真的死了 不过叶凡的解释还是合理的 她跟阮静院也打过不少交道 知道阮静院是贪图享受和繁华的女人 大王子一死 她失去光鲜和瞩目 还要煎熬未来苦日子 难保一时想不开自杀 她脑海转动念头 语气却保持平静 她是你朋友 跳河了 你不去救她 她跳 得太快了 还是晚上 看不清楚 我不敢去救啊 叶凡很是坦诚 而且我跟她的交情 还不足于我冒险救她 听到叶凡自私的言语 月如沟下意识轻轻点头 随后她目光一寒 声音一沉 大王子向郑国是不是你杀的 不是 叶凡回应一句 我一根毫毛都没动向郑国 杀她的人是穷途陌路的向大鹏 话音一落 不仅月如沟脸色一沉 其余男女也都皱起眉头 显然叶凡所说不是他们想要的 王府三百多名护卫呢 向伯英呢 月如沟又贺问一声 难道也是向大鹏杀的 叶凡神情呆滞的点头 没错 就是向大鹏杀的 不对 不对 这肯定不对 也不可能 月如沟情绪烦躁起来 向大鹏杀不了那么多人 也没胆子对大王子下手 她感觉哪个地方出了差错 可是看住呆若目击的叶凡 一时看不出哪里有端倪 月是管家 时间差不多了 要问的也基本问完了 我们要赶紧把叶凡送回去 这时 那个给叶凡打土针剂的中年男子 走了上来 脸上带着一抹 焦虑和凝重 不然很容易被调查组的人发现 警署里面关押的不是叶凡 而是我安排的替代品 这可是整个向国盯着 以及三公主持大局的案子 她补充一句 任何披露和差错都会万劫不复 搞不好还要人头落地呢 怕什么 月如沟呵斥一声 有我们和太后撑着 你一个警署内应 有什么好怕的 她 很是看不起中年男子 有像太后这样强大的靠山庇护 还未缩 没点富贵险中求的精神 如非刚好需要她做内应 把叶凡弄出来 月如沟都不想看到这样懦弱的人 现在叶凡对象大鹏杀了 大王子的供述 跟我们掌握的情况根本不符合情况 一定是 某个环节出了问题 而且这一番招供 向太后也不会满意的 她不但无法给大王子报仇血恨 也无法让向太后 敲打我行我素的相王 如不是相王不顾太后和王室反对 一意孤行善改了 嫡子继承的规则 怎会闹出各自相残的事端 大王子和几百名护卫又怎会横死 太后痛失最挚爱的孙子 不仅要把真正凶手大卸八块 还要让老相王付出一定代价 而要让老相王付出代价 就必须揪出他的错误 坐时相王指派的三公 训私王法包庇叶凡 绝对能让相王生育扫地 夹起尾巴做人 下一次立处 向太后只要就是重提 就能让相王乖乖让出力 处得全力 到时向太后指定人选就不会再有阻力 也不会受到向王反对 所以 叶凡现在的真实口供 必须跟向青天三公的简报不一样 他冷住脸出声 真是像大鹏他们杀了大王子 我们一切努力有什么意义 中年男子擦擦汗水问道 那叶凡就必须是凶手了 当然 今晚供词 不管怎样都是叶凡凶手 而且我们掌握的情况 叶凡也九成是凶手 只有他有实力血洗王府 月如沟目光凌厉起来 可不知道为什么 他嘴里说出来的却是像大鹏 中年男子神情犹豫了一下 他撒谎 对 肯定是叶凡撒谎啊 撒谎 月如沟不知可否 怎么可能 只有醒着的人才能说谎 打了土真剂和被催眠的人 怎么可能撒谎 话音刚落下 月如沟突然想起 叶凡是神医这一茬 他打了一个机灵扭头望向了叶凡 吼道 叶凡 你没中迷烟 没被土真剂影响 中年男子他们也都身躯一阵 七七拔出武器 指向被五花大绑的叶凡 叶凡没有任何动静 依然目光呆滞 月如沟拔出一刀 对住叶凡耳朵 抛射过去 秀 叶凡微微偏头避开飞刀 随后眼睛散去呆滞 恢复清亮 本来想要跟你们好好玩一玩 没想到还是被你们发现了 行 我不装了 我摊牌了 我确实没中毒 第1523章 你完蛋了 叶凡 你真没中毒 你真的撒谎 看到叶凡一扫茫然 恢复精明 月如沟 马上知道叶凡一指装疯卖傻 哗啦一声 他拔出一只短剑指向叶凡 王八蛋 你耍我们 怒不可斥 中年男子他们也都一份填膺 紧握刀枪上前一步指着叶凡 只要月如沟一声令下 就会冲上去把叶凡大谢八块 装疯卖傻 让他们刚才努力全部白忙活了 则 你们这什么态度呢 我在求是本来睡得好好的 结果你们一堆人冲过来 又放毒烟 又抱我走 来到这里 还给我打着针吃纳药 如不是我有点医术 现在估计都被你们弄死了 叶凡很是不满 我还没责怪你们 你们倒是愤怒起来 还有没有天理 闭嘴 叶凡 别给我废话 你装疯卖傻 刚才口供也就没有意义 大王子他们是你杀的对不对 月如沟对叶凡喝出一声 我劝告你 最好痛痛快快 把事情真相说出来 只要 你说出来了 我们今晚不为难你 还会想法让太后保住你性命 不然 你要生不如死 她还挥手让人关掉记录器和监控 眼里闪烁着一抹疯狂的凶光 无论如何 她都要拿到想要的口供 叶凡望着月如沟一笑 怎么 如果我不配合 要对我言行逼供 叶凡 我知道你厉害 可我也要告诉你 你能化解土针剂和催眠 却不可能挡住软精液的麻醉 这是我们自己配置的药物 你医术再厉害 也要一两个小时化解 月如沟脸上有着得意 不幸 你试一试手脚 看看能否用上力气 他们对我不会有用的 叶凡冷笑一声 吼叫一声 想要挣脱手脚 却止不住闷哼一声 又倒回了铁椅子 她脸上带着震惊 还有不相信 又努力了几次 结果也没有挣脱料靠 她嘴角牵动不已 我手脚真的没力 怎么会这样 软精液就是专门对付武道高手的 不仅麻醉经脉 还会刺激丹田 让你凝聚不起力气 看到叶凡无法挣脱 月如沟傲然一笑 所以你就不要想着化解了 中年男子他们也都松一口气 一度担心这个递进高手 破语而出 那就是厮杀一场了 叶凡沉声喝道 你们究竟要怎样 我不是说了吗 你老实交代大王子真相 我就放过你 月如沟收起了短剑 挥手让人拿来一条鞭子 不然我让你生不如死 她还决定 一旦拿到了自己想要的口供 就把叶凡弄死不留后患 也不给向青天翻盘的机会 月如沟动了杀鸡 叶凡尖难开口 大王子不是我杀的 是像大鹏 啪 叶凡话没说完 月如沟就一鞭子抽过去 只听一声脆响 把叶凡衣服撕裂出一块 鞭子尾端还打中叶凡脖子 让他挨又一声 多了一抹血迹 看到轻易打中叶凡 月如沟更加猖獗 别给我撒谎 我要真相 要你杀死大王子的真相 叶凡咬着嘴唇 真不是我杀的 是像大鹏 啪啪 没给叶凡说完 月如沟毫不客气 又是两剂鞭子过来 鞭子全都抽在叶凡上身 把他衣服扯烂 连黄马褂都被撕了一块 金灿灿的 很是刺人眼球 只是月如沟根本没有在乎 也没上前审视 只是一斗鞭子对叶凡冷笑 再次提醒你 不老实回应 我就抽断这鞭子 他心里的肆虐快感被激发出来了 想要狠狠教训叶凡来满足自己 叶凡宁死不屈 我是功臣 不是杀手 啪啪啪 看到叶凡嘴硬 月如沟翘脸一寒 对住叶凡就是一顿噼里啪啦鞭打 很快 叶凡衣服全部被打烂 连肌肤都露出不手 还带着一些血迹 说不说 说不 我是无辜的 说不说 我是功臣 说不说 像大鹏是凶手 狂风暴雨的鞭子中 叶凡的不屈始终想住 不为月如沟所设服 啪 又是六边过去 月如沟把叶凡上半身和桌椅都抽得不成样子 只是奄奄一息的叶凡依然不妥协 王八蛋 月如沟累了 也来了怒意 他啪的一声丢掉鞭子 夺过中年男子手中的短枪 他大不留心上前 狠狠顶向了叶凡的脑袋吼道 王八蛋 你再不招 我就避掉你 月如沟面目猙獰 紧贴着扳机 做事要爆掉叶凡的脑袋 叶凡杀大王子的口供 他一定要拿到手 不然无法对向太后交代 而且今晚擅自劫走叶凡 也会有天大的麻烦 月如沟枪口压着叶凡额头吼道 说 不说打死你 他做事要打开保险 啪 就在这时 奄奄一息的叶凡突然目光一闪 他的右手从镣铐中宛如灵蛇一样拖出 他一把握住月如沟握枪的手 还挑开了保险 同时 叶凡脑袋向后一仰 他一按月如沟的手指 砰砰砰 七颗子弹一口气击射出去 全部从叶凡脑袋上方射了出去 打入后面后世的墙壁中 枪声大作 硝烟弥漫 也震颤住人心 全场大惊 月管家 中年男子他们全都愣了 目光齐齐望住月如沟 站在他们的角度 叶凡的动作全被月如沟挡住了 加上子弹的硝烟充斥着屋子 他们下意识以为是月如沟打死叶凡 月如沟打了一个机灵 低头一看 叶凡的右手又穿回了镣铐里 而他也摊在铁椅上不断抖动 还翻着白眼 好像快要被吓死一样 说不出的凄惨 月如沟嘴唇一张 不是我开的 砰 话没说完 就听到大门突然被人撞开 发出哗当一声巨响 接着 向青天 阮公平 王公正带着几十名制服男女 鱼冠而入 一个个鹤枪时代阴沉住脸 拿下 向青天一声令下 几十名人马上分成三批 一批人迅速控制住中年男子等乐视成员 还有一批 轻车熟路拍照 录影 封枪 封鞭子 取弹头 固定各种物证 半死不活翻白眼的叶凡的 也被拍了照片和影片 记录器也被软公平他们亲自掌控在手 月如沟脸色聚变喝道 向青天 你们干什么 你完蛋了 向青天看住他淡淡出声 向太后也完蛋了 话音落下 门口又涌入十几名外籍记者 拿着相机对沈问时拍个不停 月如沟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脸颊瞬间变得苍白 他愤怒扭头望向叶凡 却见叶凡还是惊魂未定态势 唯有他的眸子 如水清澈 第1524章一起吃早餐 凌晨五点 天色江明 王室医院特护病房 灯火通明 医生和专家检查叶凡后就离开了 几个记者拍了叶凡脖子伤痕 和额头枪痕也迅速消失 向青天轻轻挥手 示意其余人出去 等房间恢复了平静 他就缓缓走到叶凡面前笑道 怪不得你是牵引集团的大老板 这言起戏来还真是毫无痕迹啊行 了 别抖了 也别翻白眼了 这一层都是自己人 而且新闻已经发出去了 不用再扮演悲惨形象了 像青天拉过一张椅子 在叶凡身边坐下来 大爷 我那是演的吗 叶凡一咕噜从床上坐起来 扯开衣服 执着几条鞭子伤痕 再指一指额头的枪印 我确实是九死一生啊 我是发自骨子里被吓坏啊 为了迎接光明 我咬着牙承受了最黑暗时刻 不仅承受了几十剂鞭打 还被七颗子弹 嗖嗖嗖飞过脑袋 叶凡一脸很是委屈 你们再不出现 估计我要死在那里了 别把自己说得那么惨 像青天玩味一笑 我很明白 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中 不然你怎么会配合他们离开求是 就连你承受的鞭打 也都是伤痕看住吓人 其实根本没什么大碍 击打的时候 早被你内力抵消了九成九 至于七颗子弹 呵呵 这不没打中你吗 我们也不是不及时出现 而是需要等到适当时机 一锤定音 鞭打虽然吓人 但还不够恶劣 唯有动枪 那才是铁正如山 他拍拍叶凡肩膀 再说了 当我把手机还给你那一刻起 就表示我们绝不会让你受到危险 叶凡一拍脑袋 随后摸出手机 他插几下取出一个奈米定位器 他把定位器捏碎后 望向了像青天 我不管 总之我受到惊吓 估计三五个月缓不过来 你这样可怜是想多淘点好处吧 只是我 就 一个跑腿的 你扮给我看没意啊 当然 我个人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你仅可以提出自己的要求 向青天 毫不客气戳穿叶凡的算计 毕竟你治好了我的病 还配合我不下一局 战果辉煌 说到后面四个字时 他嘴角微微翘了起来 显然今晚这一出解决了大难题 叶凡意味深长一笑 战果辉煌 有多辉煌 向青天 没有直接回应叶凡 只是掏出手机念了起来 月如沟 七宗罪 其一 动用非法手段 劫走郑国王府凶案的唯一证人 其二 无视三公和调查组权威和简报 试图使用药物和暴力更改口供 其三 木无 王氏无视向王 打烂了向王恩赐的至尊皇马挂 其四 众目睽睽对你连开七枪 试图杀人灭口 妨碍司法公正之罪 其五 他口出狂言 妄议王氏是非还对向王不敬 其六 破坏向太后和向王的母子关系 诬陷向太后要急助此案对付向王 其七 胡家虎威打着向太后的旗号 挑动王氏争斗 毁损王氏声誉 他目光完卫 看出叶凡异笑 月如沟在地下室求是 说的那些大不敬的话 经过剪辑 不仅送到了向太后和向王等人面前 还第一时间透过媒体传播了出去 向王宣告月如沟假传圣旨 他跟向太后一如既往 母子情深 向太后宣告月如沟所为 跟他没有半点关系 他也从不干涉官方和王氏事务 言行逼供嫁祸向王一事 纯粹是月如沟跟向镇国有勾打 一时失去理智所为 但他还是觉得自己用人不当 给王氏和官方带来恶劣影响 就此搬去黑陵居住用余声反省 王氏大事以及立储全由向王决定 他年事已高不再过问 是是 向青天显然对叶凡已经足够信任 所以把还没传开的事情全部告诉叶凡 他对叶凡还流露出一抹欣赏 昨晚一局 两人没有任何交流和推演 只是稍微对对眼神 说一句模棱两可的话 就打出了默契一战 向青天算定简报交上去 向太后绝对不会满意 他必然会让青信对叶凡重新审问 你拿到叶凡是真正凶手的口供 这也会成为三公逊四王法的证据 所以他把安装了定位器的手机还给叶凡 结果如向青天所料 月如沟他们把叶凡调包截走了 向青天他们就带着人跟了上去 在看到叶凡被送进另一个警署时 向青天想要冲进去做十月如沟截人罪行 然后把这一件事交给向王敲打向太后 虽然无法让月如沟死去 也无法让向太后伤惊动骨 但也能起到警告太后的意思 这也算是三公给向王分忧了 只是正要行动时 他却看到叶凡的手机打来 接通 马上传来月如沟的审问 向青天知道 这是叶凡给自己扩大战果 于是向青天就暂时按兵不动 他跟叶凡默契配合 等到月如沟说出太后唆使 枪声连续响起 他才带着人冲进去 一战定乾坤 这一战 不止定死了月如沟 还彻底击垮了向太后 向青天他们原本想要的三成效果 被叶凡四两拨千斤变成十成 向青天怎能不欣赏叶凡 真是好大一盘棋啊 万万没想到 向国王式的争斗 不仅存在王子之间 还存在母子之间啊 叶凡感慨一声 泽泽 权力这玩意 还真不是好东西 向青天一笑 太后跟向王本就不是亲母子 不过故事遥远 你就没必要八卦了 也是 尘埃落定 谈论往事没意思 叶凡眼睛渐渐亮起来 还是讨论一下未来好一点 我这个第一扇人和赤子神医 跟王室争斗没半点关系 结果为了向王大权在握 硬是冒险跳进了这漩涡 他提醒一句 事情大功告成 你们是不是该给我点奖励或者特权啊 什么叫为了向王冒险跳进来 原本就是你跟沈半成和向郑国对抗卷进来 叶凡 你还真是不要脸 向青天大笑一声 不过 我喜欢你这种不要脸 因为不要脸的人 做人做事反倒坦率 说笑中 他手机嗡嗡震动 接通一听 向青天毕恭毕敬 说了几句后 他望向了叶凡 叶凡 向王问你 这次你受惊了 有什么要求没有 向青天补充一句 王室愿意弥补你的 叶凡坐直了身子 告诉向王老人家 请我吃早餐 向青天对住电话说了几句 随后又望向叶凡一笑 换一个 叶凡又给一个 我要当向国首富 向青天握着手机苦笑一声 向王说 还是一起吃早餐吧 第1525章叫你一声向大哥 接到贡敬早餐的邀请后 叶凡马上洗澡换衣服 还竖了一个大背头 然后他就跟住向青天直奔向国王宫吃早餐了 不管是牵引还是金之灵 要想在向国发展壮大 都需要一个强大的靠山 不然随便一个动荡一个指令 都能让奋斗多年的产业 复制东流 对叶凡来说 向王做靠山最适合 太后被丢去冷宫过日子后 整个向国就是向王至高无上 只要他庇护叶凡 叶凡产业就不会有事 早上六点 叶凡跟住向青天进入王宫 检查一番后 两人步行走了六百公尺 然后 叶凡来到了王宫见靶场 很快 他视野一亮 一袭白衣的老向王光住双脚 踩在草地 手里弯住三百斤的弓 眼睛不断放大远处的剑靶 下一秒 他右手猛地一放 利剑呼啸着射了出去 正中视野里锁定的剑靶 只听喷一声巨响 利剑狠狠定入了剑靶边缘 接着咔嚓一声碎裂的开去 周围十余名华裔男女 齐齐鼓掌 为向王的精湛剑术发出喝彩 叶凡指不住张大嘴巴 似乎有点明白 像郑国的苦恼了 八十岁的老头还这么威猛 实在是让继承人感受到绝望啊 不过想到神舟那位八十多岁 剑步如飞满身肌肉的中国衣 叶凡又觉得向王这样彪悍 还是可以理解的 秀 就在叶凡念头转动中 他突然嗅到了一抹危险 叶凡下意识回过神来 就见向王已经转过身 带着笑容映入他的眼里 没有丝毫的预兆 三只闪烁着寒光的长剑 电射而来 接着才响起 蹦蹦蹦的弓弦声 再然后才是 长剑划破空气的赤锐响 来势凶猛 速度惊人 霸道的一塌糊涂 砰砰砰 几乎没有多余的念头 叶凡双手一挫 直接把三枚利剑拍飞出去 只是那剑上的力道 实在是太强猛了 整条手臂 此刻都是通电后难受的酸麻胆 叶凡手腕也微微抖动 修 没等叶凡反应过来 向王又是四剑飞射过来 雷霆万军 叶凡眼睛一眯 大笑一声 来得好 这次 叶凡踏前一步 用银风柳步穿梭利剑中 很快 利剑不但没有伤害到叶凡 反而全部落入了他手中 修修修 没等向青天他们反应过来 叶凡右脚一跺 双手一放 四剑向向王妃射过去 又快又急 十余名男女尖叫不已 啊 王公保镖也下意识逃出武器 连向王也微微变了脸色 修 四剑转眼而至 但凌厉四剑没有把向王射翻在地 他们像是长了眼睛一样 从他的两侧肩膀 耳朵 头顶擦了过去 下一秒 他们狠狠动入向王后面摆放的剑把 咄咄逼人的声响 一个口字呈现出来 同时 一缕狭长的白发 从向王的头上落了下来 还差一点 没等死记的众人反应过来 叶凡又从地上捡起一剑 然后反手飞射出去 利剑飞过人群和向王 气势如虹射入剑把中心 剑把微微晃动 发出嗡嗡声响 随后又恢复了平静 就如现场数十人一样 死记无声 叶凡大笑一声 双手何时喊道 向王 早安 无数人怒目测试住叶凡 除了刚才凶险 吓住他们之外 还有就是 叶凡对向王太无礼了 向青天也擦着汗水 只是向王没有恼怒 反而哈哈大笑 置之跑过来说情的向青天 他饶有兴趣望着叶凡出声 叶凡 不错 不错 青出于蓝胜于蓝 长江后浪推前浪 你这一手剑法 估计整个向国无敌了 而且你是我想象中的样子和性格 叶凡很是吻合向王的设想 圆中带方 风中带柔 向青天无奈一笑 叶凡就是这种不吃亏的性格 可惜沈半成和向郑国丝毫不了解 谢谢大哥 叶凡微笑着走了过去 想不到我这把向王的剑 还有这么高的评价和肯定 向王的剑 哈哈 年轻人 你真的很有意思 向王笑声说不出的响亮 这一句话 我很喜欢 他挥手把弓箭交给了一个亲信 还让人不得去触碰叶凡射过的剑吧 随后 他轻轻挥手示意叶凡 跟住自己前进 向王的剑 简单似的字 却让向王对叶凡多了一丝好感和宠密 因为这不仅意味住叶凡自降身份 也意味住叶凡的善意 他是向王的剑 也就不会伤害向王了 随后 他王位问出一句 听说你跟向连城也交好 怎么不去做九王子的剑 抱大腿 就要抱最粗的那一条 叶凡笑道 而且做向王的剑 只会除暴安良 做王子的剑 一不小心还会成造反的剑 向王又是一声大笑 行 你这把剑如此有觉悟 那本王也赐给你一个特权 叶凡拿出手机打开影片 向王请说 向青天他们差一点气死 向王的剑 自然代表住向王的意志 向王笑着一拍叶凡的肩膀 向国范围 上至王子 下至子明 你具有先斩后奏便宜行事权 当然 他们如果没有过错 你不能滥杀无辜 他站在叶凡面前 给予最大的特权 谢谢向王 叶凡欣喜无比 这样我就能在向国横住走了 你揪出向大鹏凶手 替大王子报仇 免费诊治绝症病人 还交税千亿 向王目光温和 看住面前叶凡 还承受了你不该承受的 不公和委屈 我现在弥补你 也是理所当然的 不过你要记住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希望你不会让本王失望 他对叶凡给予厚望 叶凡一笑 向王放心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好 我相信你 来人 笔墨伺候 推心致负一番 向王还大手一挥 让向青天他们 拿来文房四宝 随后 他在叶凡的好奇中 拿下了毛笔 羞羞羞地 写了几个龙飞凤舞的字 向国第一扇 向王温厚一笑 放在金之灵 算是我一点心意 向王的剑 只是向王赋予叶凡的底气 第一扇 则是对金之灵 和叶凡的彻底肯定 这个牌子一出 无论是金之灵 还是牵引 都没有人敢再刁难 叶凡的产业 将会在向国崛起 第一桩 很快就会被叶凡取代 向王 你对我真是太好了 简直就跟亲人一样 叶凡擦拭着眼睛 一把握住向王的手 我无以回报 只能跟你结拜兄弟了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但求来世 同年同月同日生 让我叫你一声大哥吧 第1526章重返巅峰 叶凡的话 让向青天他们 差点全部摔倒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 如此无耻之人 向王也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显然他这八十年中 也从没见过叶凡 这种厚脸皮的人 而且还喊着不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只求来世 同年同月同日生 这简直是说 他一定比叶凡先死 而且死后 还要慢慢等叶凡一起转世 上至各国之首 下至平民百姓 哪个见他不是敬重三分 他离开王宫 到外面溜达一圈 所过之处的人群 都是诚惶诚恐地跪着等他过去 对他的尊敬 是作为法令 写入律法里面的 欺君之罪 妄议向王 在向国是真有这两个罪名的 因此 叶凡的打狗随棍上 让他恶然 但同样让向王感受到一丝新鲜 他止不住重复一句 叶凡 你说什么 大哥 你对我这么好 宛如家人一样让我感动 一言一语 都让我前所未有的温暖 叶凡无以为报 只能跟你兄弟相称了 以后但凡大哥有差遣 叶凡一定赴汤蹈火 万死不辞 而且为了表示王帝的诚意和尊敬 让我露一手 给大哥你治一治大拇指疾病 在江湖私混这么久 叶凡早已经知道 人情世故才是世界的主调 他要抱大腿 要跟向王称兄道弟 自然也要拿出好处来 向王被叶凡吸引了注意力笑道 你能看出我大拇指有问题 大哥擅设 常年拉弓放箭 大拇指使用太多 失去灵活 患下将骨症 叶凡盯着他的手指一笑 言语带着一股子自信 大拇指一弯 会出现突然卡住 手指既不能伸直 又不能曲曲 当用力弯曲 或用另一手辅助弯曲时 手指又能活动 就像搬枪栓样的动作 急弹响 这种症状很难治疗 就跟机械失去机油一样 他对大哥日常生活 没太多影响 但对你射箭来说 却是严重损害 以大哥的能耐和内力 练出一手四剑的剑术巅峰 绝对不是什么难事 如今却只能对我射出 三剑 说明大拇指对你影响很大 大拇指的将骨症 不仅束缚了你的高超剑术 还让你的武道修行 停滞无法前行 如此一来 相王的老当义壮 只能停在八十了 未来就会慢慢耗掉 你的惊奇神说话之间 叶凡抓过了相 王菩萨一样的手 捏出手指 修修修了上去 很快 相王右手大拇指 多了九枚银针 叶凡没有停下 又抓起相王的左手 也修修修 刺入银针 八十高龄的相王体质素 比叶凡想象中好十倍 不仅身体壮如大象 精神念力也充沛吓人 这得归功于相王 结合神控之术 和正统武道一起修炼 让自己每一步修行 都扎扎实实最大沉淀 这就避免了 七王菲那样 剑走偏锋 生出失魂落魄的缺陷 想到七王菲 叶凡眼里闪烁一抹光芒 随后又恢复平静 转动生死时 一股暖流涌入相王的大拇指 要唬住相王 医术就必须当场见效 一 拇指真的灵活了 相王原本对叶凡医术 不以为然 在他看来 赤子神医的名号九成九世炒作 医治绝症之人 也是江湖骗子的噱头 叶凡倚仗的是武道和心计 而相王本身也精通医道 他都无法解决自己的病症 叶凡怎么可能有效 他让叶凡治疗 纯粹是要堵住 他称兄道弟的口实 只要自己的江古症没痊愈 叶凡也就不好意思 占自己便宜了 只是相王没想到 叶凡轻飘飘治疗几分钟 大拇指马上灵活起来 昔日的剧痛 僵硬 声色和机械全都不见了 大拇指的脉络 经脉以及关节骨头 全都恢复正常了 接着 相王还感觉 有一股热流在流淌 不断冲击着拇指每一个地方 他感受到了灵敏 感受到了力量 对苍生和自己的绝对掌控 又回来了 叶凡拔掉迎针一笑 大哥 治好了 至少三年不会再患将骨症 是吗 那太好了 相王转动着双手 眼里有着说不出的光芒 叶凡笑着提醒一句 大哥可以试一试射箭 看看跟早上有没有不同 好建议 好建议 箭来 箭来 相王打了一个机灵 连连大声喊着 快 像青天他们手忙脚乱 给相王拿来弓箭 一个保健医生 想要劝告什么 却最后拾去的闭嘴 修修修 没有半点废话 相王抓起强弓 一手四箭 力气一压 三百公斤拉满 接着 身体一转 空气翁的一声巨震 箭矢齐齐飞射出去 下一秒 四箭轰的一声 击中了远处箭靶 这一射 不仅让相王拉满了弓 还全部击中靶心 满分 像青天他们止不住喊叫一声 好 修修 相王没有停歇 又拿来四箭 再度射了出去 又中一个箭靶 再度满堂喝彩 相王眼里闪烁炙热光芒 忽然喷出一口热气 抓起一箭拉近强弓 1.2倍发指 三百六十斤 将断不断 相王吼叫一声 目光呼笛一凝 对住不远处的一头装饰 十项射去 当 利箭一闪而逝 只听一声巨响 一公尺高的石像一阵 腹部突然多了一箭 没入三分 石屑飞扬 啊 全场震惊 这次的惊讶真不是吹捧 而是实打实的难以置信 谁都没想到 相王一箭射出去 能把一头石像射进三分 这是何等的力道 何等的魄力 何等的自信 毕竟一箭射入 远比一箭击碎难 一箭击碎可以靠箭矢硬度 和蛮力做到 而一箭射入更多是 精气神的较量 牛啊 叶凡也感慨一声 相王实力的确吓人 在年轻二十岁 估计有问鼎天静的机会 看到这一幕 相王高兴一抛弓箭 大声喊着 过瘾啊过瘾啊 差不多十年了 没这么痛快地射箭过当年 本王带人出裂 天色模糊 误把一块石头当门户 一箭把它射中 没入三分 我以为那一箭是本王的开始 却没想到那是人生中的巅峰 就此之后 我就一箭也没射进过石头 得了江古镇后 箭术更是停滞不前 没想到 今天又让我重新感受了当年的威风 相王双臂猛地张开 本王回来了 一众亲信 齐齐伴跪在地呼喊 恭喜相王 贺喜相王 你们该感谢叶凡老弟 相王大笑一声 是他 让我重返巅峰 走 叶老弟 回宫 喝酒 忘年之交 自当不醉不归 第1527章笑里藏刀 下午三点 叶凡才从相国王宫出来 他不喜欢喝酒 但还是被相王拉着喝了好几个小时 直到相王疲惫才散去了宴席 相王还要留叶凡在王宫小住几天 叶凡却找了借口迅速脱身 向太后打入冷宫 相王大局已定 叶凡却还有一堆首尾要收拾呢 很快 叶凡回到黑相盟 醒酒后洗了一个澡 随即就叫来白如歌 他们安排事情 有了相王的支持 叶凡完全放开手脚做事 他先让黑头驼派出2000名弟子 全面接管半岛城邦 审市大厦 十大药厂 凡是霍子燕 跟官方合法交易的物业 黑相盟都无条件接手 任何人阻拦或霸占 一律乱棍打出 接着 叶凡又让白如歌 从神州调来人手 准备最快速度 介入第一桩 恢复正常运作 同时 叶凡把相王亲自提携的 第一扇贴在金之灵 一时之间 相国再度按摩汹涌 只是这次 完全是压倒性的汹涌 叶凡以狂风扫落叶的态势 吞并第一桩 也就在同一天 相国调查组宣告 廖月如沟七宗罪 还定性 沈半城父子 是杀害大王子的凶手 第一桩就此倒塌 接近黄昏 调查小组取得指令 进入第一桩 抓拿沈半城问话 只是十几辆车 进入大门时 第一桩突然轰得一声 宛如地震一样炸开 几十栋房屋全部炸毁 火光冲天 浓烟滚滚 调查小组惊慌失措 灰土灰脸 忙着呼叫消防队来救火 随后 看住难于遏制的大火 向青天他们都认定 沈半城自杀谢罪 夜深 大火还没熄灭 一条距离第一桩 两公里左右的大山 一个荒凉的凉亭 动了动 接着一块石板开启起来 很快 沈半城带着漂亮秘书 等九名手下钻了出来 灰土灰脸 眼神带着悲戚 沈半城抬头望住 还在燃烧的第一桩 脸上有着一股 无法眼神的悲愤 这么多年的努力 就这样复制东流了 一个月前 他还是执掌几千亿的 相国首富 商人领袖 现在却变成了丧家之犬 他心里憋屈 心里不甘 可也知道大势已去 沈先生 夜凡太无耻了 霸占第一桩 杀了大少爷 还嫁祸你血洗镇国府邸 你真应该让我们留下来跟他拼了 漂亮女秘书对叶凡恨之入骨 我就不信 沈家这么多死忠 就弄不死叶凡 没用的 大势已去 沈半城背负双手 叶凡不仅击溃了我们股市 还取得了相王支持 我们没得完了 特别是镇国府邸一案 涉及向太后和相王全力斗争 相王赢了 也就是叶凡赢了 我们注定要背锅的 这一战 我也不甘 我也想叶凡死 但现在必须离开相国 不然叶凡不弄死我们 调查小组也会尽快逼我结案 走吧 留得青山在 不愁没柴烧 何况我们只是暂时输了 说不定很快就能东山再起 毕竟我们在瑞国 还是有很重要的筹码 审办成收敛情绪 挥手让漂亮秘书他们跟自己离开 只是刚走出几百米 审办成就在一处狭窄山道停止了脚步 视野中 一个灰衣少年挡住了去路 一脸冷漠 一言不发 却展现此路不通的态势 正是独孤伤 小兄弟 晚上好 我们赶路 请你让一让 审办成笑嘻嘻让独孤伤挪一挪 但手指却像手下猛的一滑 砰砰砰 三名审视枪手马上从后面闪出 对住独自一人就是扳机扣洞 独孤伤第一时间翻滚出去 子弹嗖嗖嗖倾泻过去 连续不断地打在地面上 打出几十个触目惊心的枪洞 只是始终不曾听到独孤伤惨叫的声音 当三名审视枪手怒吼珠包围上来时 三颗石头已从草木中爆射出来 石头打中了他们攻住身子的膝盖中 三人闷哼一声半跪在地 在这空挡 独孤伤又是身子一闪 白鞠过戏般扑在他们的面前 他的速度快至肉眼难查 兼之士气突然 子弹全树射空 他则如虎入羊群 见人便杀 三名保镖历史窥被独孤伤刺穿咽喉 地上见满一股股刺眼鲜血 三人死不瞑目倒在地上 似乎没想到独孤伤这么强横 独孤伤看都没有看他们 只是挑起一具尸体挡在面前 他重新阻住沈半成的去路 你伸手很不错 叶凡的手下 看到独孤伤如此棘手 沈半成制止漂亮秘书他们在攻击 他盯着独孤伤淡淡开口 做事有头脑做人够狠辣 还有一股子汗不畏死的态势 你不如归顺我名下做一番大事业 叶凡给你多少钱 我给你一百倍 他给你一亿 我给你一百亿 而且我还可以说你为钱儿子 我可以保证 你在我这里赚的钱 受到的重视 远远高于你为叶凡卖命 你在我阵营 当了我干儿子 那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所有沈氏成员都会对你毕恭毕敬 奉若神明 毕竟像大鹏死了 沈小雕凶多吉少 我就剩下你这个干儿子了 怎么样 年轻人 要不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沈半成像独孤伤开着空头支票 独孤伤神情淡漠 还有呢 沈半成眼里闪烁一抹光芒 气暗投明 是你最好的选择 如果你非要跟我作对 你今天不仅拦不住我 还会被我们杀死在这里 你虽然厉害 可我剩下的五名保镖也很厉害 就是我 也有强大的身手和自保实力 他补充一句 让你归顺 只招使我发自内心欣赏你 并不代表我沈半成 就怕你独自一眼点头 杀你们确实有点棘手 但 还是可以杀死的 沈半成脸上绽放出一抹灿烂笑容 他手指点一点漂亮秘书 曼妙的身材 人生在世 无非是钱财和女人 在无法杀我 甚至要被我杀掉的情况下 你还是识取一点 归顺我为好 这是我最喜欢的女秘书 司徒柔 算是我送给你的见面礼 沈半成神情玩味 放心 我向来一诺千金 你进入我沈家之后 我会大力培养你的 看你五道天赋 远胜于沈大鹏他们 我这位置迟早会给你的 百年归寿后 全是你的他希望策反 独孤伤 不仅可以让自己减少厮杀风险 还能急助独孤伤的掩护 离开巷锅 将来 他还可以缩压独孤伤 去暗杀叶凡 一剑三雕 好 独孤伤思虑一会 点点头 我可以归顺第一桩归 也可以做你干儿子 但是我不想等这位置太久 百年归寿 变数太多 不如你现在就死去 把位置传给我如何 独自一人轻声补充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死 我来帮你 死 没等沈半成发出指令 四名沈家保镖 就大怒抬起枪械 独孤伤早有准备 一砸手中尸体 逼得四名敌人后退 而他趁机冲了上去 见光一闪 又是四人惨叫倒地 咽喉见血 你 看到又是四名手下横死 只剩下自己和司徒柔 沈半成脸色巨变 你真是不知死活 沈半成宁笑一声 非要我弄死你 独自一人冷冷回应 要骂将 要骂死 他是不会让沈半成跑掉的 好 成全你 沈半成狂笑一声 随后双手突然落在司徒柔身上 猛的一拉 咔嚓一声 衣服剥落 雪白肌肤 尽数呈现 耀眼无比 独孤伤眼睛一闭 砰 几乎同一时刻 沈半成一枪打向独孤伤 第1528张换了 砰 独孤伤心性淡漠 无惧生死 却还是无法直视女人的身体 所以沈半成一包司徒柔的衣服 给独孤伤造成的冲击不亚于炸雷 他从来没有看过 本能瞬间让他脑袋嗡嗡 一片空白 在惊觉危险到来时 子弹已经射至前方 独孤伤全力翻滚 却依然慢了半拍 弹头一声锐响 打中独孤伤的肩膀 把他狠狠掀翻了出去 一片鲜血迸射出来 去死吧 一枪击中独孤伤 审半成士气大阵 对住独孤伤又是一轮子弹倾泻 独孤伤身边母克一片狼藉 无数草木断裂成两截 咔 在沈半成一口气打光子弹时 独孤伤忍痛一拍地面 他像炮弹一样弹射到沈半成面前 他右手一挥 异箭飞射 把抬起枪口的漂亮秘书定死在树上 接着二话不说 对住沈半成就是一拳 来得好 沈半成也憋屈了一个月 不退反镜冲出一拳 砰 一声巨响中 两人闷哼一声 各自退后两三步 虎口惧痛 但战意滔天 独孤伤没有废话 又冲上去 拳头连连点出 轰出 收回 再轰出 再收回 沈半成也是相似动作 出拳 收回 没有防守的进攻 在两人之间上演着 只是独孤伤在进 沈半成在退 每一轮冲拳 沈半成都要后退两步 独孤伤则前进两步 彰显出两人此时实力 即使受伤 独孤伤也比沈半成厉害 砰砰砰 两人疯狂轰出 对方几十拳后 都或多或少受了伤 沈半成的脸都红了 眼睛里也不满血丝 尽管还是不停出拳 但速度却无形中慢了 独自一人好不少 虽然脸上如水平静 但肩膀枪伤 哗啦啦流血 嗯 又是一连串冲拳后 沈半成脸上滑过一抹痛楚 脚步亮呛往后一挪 在沈半成后闪的那一瞬间 独孤伤整个人如同炮弹一般冲向了他 快 这是沈半成心中的想法 独孤伤的身子如同利剑一般直接贴近 双手打出呼呼声风的组合拳 拳头划破空气的阻力 发出一阵羞羞声音 退 这一刻 沈半成能做的只有后退 一步 两步 三步 四步 当沈半成后退了六步后 已经距离山崖边缘不足两米了 呼 此时 独自一人改拳为腿 右脚气势如虹扫出 尽管沈半成知道这一脚的巨大力量 但却不敢继续退了 否则退到死脚就麻烦了 独孤伤一定会压着自己轰击 所以在独孤伤出腿的瞬间 沈半成也怒吼一声 来了一个辽阴腿 微微旧照 独孤伤眼睛一眯 右脚一偏 与沈半成的腿狠狠地撞在了一起 砰 两人的腿脚地撞在一起 一记沉闷声音乍起 沈半成只感觉自己的小腿 磅腹撞到了石头上一般 他没有时间去缓冲这份疼痛 而是立刻朝右边一闪 独孤伤行云流水贴住又是三记拳头 沈半成咬着牙一一化解 呼 独自连销带打后 一个肘部撞向沈半成的胸膛 沈半成下意识双手防护 砰 一声巨响后 沈半成无法承受这一击 闷哼一声向侧跌飞 他狠狠撞在栏杆上 一记闷响后 吐出一口鲜血 反弹的力量 则在将沈半成的身子又弹了回去 砰 沈半成摔倒在地上 强弩之末 他不甘地怨恨地盯着独孤伤 你杀我 一定会后悔的 独孤伤平静开口 该结束了 未必 就在这时 山林突然冒出一道魅影 一个沧桑又危严的声音传来 接着 一根树枝飞射过来 又快又急 独孤伤来不及拿下沈半成 只能转身双手一挫 把飞来树枝击落在地 树枝咔嚓一声 断成两劫 但独孤伤也咚咚咚 退后了两步 力量惊人 独孤伤脸色巨变 下一秒 一个面罩男子宫寝 来到独孤伤面前 他的杀意如同破地的大坝 滚滚洪水清泻而出 气势惊人锁住了独孤伤 老 吐血的沈半成看到对方神情一阵 下意识要喊出一句 但很快闭住嘴巴 独自一人脸色眼睛眯起 毫不犹豫捏碎手机 向叶凡他们发出警报 这倒不是他怕死求救 而是想告诉叶凡 他遇见大鱼了 能让审扮成兴奋的人 绝对不是什么小角色 求救 没机会了 面罩男子发出嘶哑一笑 身子一弯 双脚猛的一跺地面 地面直接化为石屑 向独孤伤打了过去 在独自挥手 割挡石头时 面罩男子已经 暴射到独孤伤的面前 来 独孤伤眼皮一跳 身躯狠狠一震 然后不退反镜 冲了上去 他双手画掌 带着呼啸的狂风 悍然对抗 撕裂耳膜的呼啸 再度在两人之间刮起 面罩男子拳头间 涌动着刚猛的进风 独孤伤也直接以硬碰硬 砰砰 拳头和掌心很快相交 相撞 爆发出一股股气浪 不少飘飞的石屑 宫顷被气浪震飞出去 独孤伤眉头紧皱 亮呛退了数步 才稳住身形 手腕不断抖动 而面罩男子只是退后一步 对方的眼里也有一次诧异 没想到独孤伤 还能扛住自己攻击 要知道 独孤伤已经中了枪伤 是一颗好苗子 可惜误入企图 面罩男子尖笑一声 身体猛地弹跳而起 他脚尖如同长枪 带着雷霆之势 朝着独孤伤的头扫过去 这凌厉的一脚 不禁很辣 而且速度极快 这让独孤伤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只能用双臂横挡在胸前 砰砰砰 三秒钟 面罩男子踢出石脚 独孤伤感觉手臂都快要爆炸 接着身躯一震 整个人撞向一棵大树 一声巨响 他的背部将大树撞裂 嘴里喷出一口鲜血 全身散架 立即涣散 不过在摔飞那一瞬间 他的脚尖也点在 面罩男子的腹部 是大力尘 让对方身躯止不住晃动 面罩男子一摸肚子 感受到无比剧痛 你准备受死吧 他很是愤怒 怪笑一声 准备一脚踩死独孤伤 老K 让我杀死他出口恶气 这时 缓过来的沈半成拔出一刀 先快半拍冲到受重伤的独孤伤面前 第一桩的毁灭 儿子的死 自己的被嫁祸 让沈半成心里仇恨滔天 他要杀死叶凡的亲信 让叶凡也感受刻苦铭心的恨意 所以这一刀 沈半成竭尽全力 面目猙獰 去死罢叶凡 他把独孤伤当成叶凡发现 面罩男子知道沈半成恨意 就退后半步让他了结独孤伤 咻 刀如毒蛇 又快又凶 谁知道独孤伤不闪不闭 只是神情戏血 微微侧身 扑的一声 独孤伤任由沈半成的匕首 刺入身体 随即就听到刀肉香蕉的血腥声音 如此轻易得手 让沈半成微微发了 就在这时候 独自一人怒吼出声 一片壮烈的木片 划向沈半成的脖子 如此近的距离 根本必无可避 哗 沈半成想要撒刀撤退的时候 脖子的动脉 已经散出了鲜血 在远处闪过的火光中 如红马脑般的美丽妖艳 这就是生死一线的差距 啊 沈半成扑通一声倒地 他死死捂住脖子 却怎么都堵不住伤口 生机不可遏止地流逝 他眼里很不甘和痛苦 局势大好 自己却阴沟里翻船 老九 老九 面罩男子也完全惊愣了 怎么都没想到 独孤伤反煞 醒悟过来的时候 他吼叫一声 像是发怒的豹子 射向独孤伤 他一拳击出 砰 双手交叉抵抗的独孤伤 虽然架住对手的拳头 但气力难絮的他 还是被震飞了出去 他在地上滚了十几公尺才停止 鲜血从口鼻和枪伤刀伤不断涌出 他看出死寂的夜空喃喃自语 换了 第1529章 彪悍无敌 小子 你杀了老九 我要你陪葬 此刻 确认沈半城 必死的面罩男子 吼叫一声 随后 他向独孤伤 报射过去 抓起匕首 要割掉独孤伤脑袋 独孤伤 一动也不动 坦然等待着死亡降临 砰砰砰 就在这时 山林突然响起 一阵密集枪声 二十几颗子弹 全部向面罩男子 倾泻过去 开枪的人 不仅密如连珠 还无比精准 封死他斩杀 独孤伤的诡计 同时也袭向了 他的脑袋和心脏要害 用枪高手 面罩男子眉头一皱 身体一转 从容避开大半子弹 接着他反手一劈 展露一颗 袭向自己的弹头 当 一声巨响 弹头落地 匕首也断裂两截 轰 在面罩男子 退后两步的时候 又是一声 惊天怒吼 黑暗中 苗蜂狼闪现出来 他脚步一挪 整个身躯 陡然幻化 做一团虚影 苗蜂狼的速度 实在太快了 快到比一般人的 视觉停顿还要短暂 以至于给人留下 突然消失的幻觉 在面罩男子视线之中 苗蜂狼消失在了 他之前看见的 那个地方 而几乎就在同一时间 苗蜂狼的身影 出现在他最近的 视觉范围内 一种巨大的危险感 洗上心头 面罩男子 根本来不及躲避 更别说杀死 毒孤伤 近乎本能的 平级危机敏锐感 面罩男子 一挥半截匕首 去阻挡 砰 一个硕大拳头 打中了匕首 匕首又是一声 咔嚓碎裂 变成一堆碎末 落在地上 面罩男子 也身子一晃 双足在地下 突出长长痕迹 他向后倒退了 十几公尺 才停了下来 他晃了晃 疼痛的右手 惊讶看住 野兽一样的苗蜂狼 毫无疑问 面罩男子 很是意外 这个对手的蛮力 苗蜂狼 也退出七 八步 刚好落在 毒孤伤身边 逃出一颗药丸塞入 随后 他又绷紧神经 盯住面罩男子 对方是个 极度危险的人物 叶凡还真是 让我意外啊 面罩男子 眼里闪烁着一抹炽热 随后又望向 显身出来的沈洪秀 沈洪秀丢掉 打光子弹的狙击枪 一转鸭舌帽 站在苗蜂狼身边 他目光凌厉 沈是这个重伤 面罩男子的人 你是什么人 沈洪秀很是凝重 对叶凡和他们来说 沈半程已经一无所有 生死 完全不再重要 剩下的价值 就是给调查小组 借脑袋一用 平息名愿 所以叶凡 只让独孤伤盯住他 如果沈半程 死在调查小组手里 那独孤伤 什么都不用钱 如果沈半程 惊蝉脱鞘 那独孤伤 就送他一程 以独孤伤的实力 杀死沈半程 绰绰有余 即使在家 十几名保镖 也能应付 只是没想到 独孤伤 捏碎手机 传来危险讯号 沈洪秀和苗蜂狼 第一时间赶赴 一件面罩男子 从容避开自己 24颗子弹 沈洪秀就知道 这是一个强大敌人 他好奇对方的来历 沈半程的保镖 还是沈半程的同伙 叶凡有你们三个 简直是如虎天意啊 面罩男子 答非所问 冷笑一声 再给他两年 只怕真无人能撼动 不过今晚遇见我 是你们倒霉 我一并除掉你们吧 既是给沈半程 报仇血恨 也是削减叶凡的 成长实力 他身上的杀意 瞬间暴涨出来 铺天盖地 压向苗蜂狼两人 羞羞 苗蜂狼和沈洪秀 同时发难 身形快如闪电 在原地留下一道残影 下一刻就贴近了 面罩男子 不知死活 面罩男子冷笑一声 身形微动 宫颈间就迎上两人 苗蜂狼和沈洪秀 之间的配合默契 一前一后 一左一右 宛如两头丛林野兽 咆哮间张开血淋淋大口 沈洪秀双手一抓 如同游蛇一样 抓住面罩男子的手腕 他的食指刚准备发力时 对方却好像泥丘般滑脱 接着 面罩男子反手一拳 砸向沈洪秀手腕 拳掌相交 沈洪秀呼吸一致 蹬蹬蹬退后五六步 虎口疼痛 呼 侧边的苗蜂狼急速闪至 气势磅礴的一腿 踹向了面罩男子的腰眼 面罩男子一掌打落 苗蜂狼攻击来的腿脚 砰砰砰 拳脚不断硬碰 炸裂出一剂剂声响 苗蜂狼和沈洪秀 虽然出手凶猛 但依旧被面罩男子挡了下来 对方战斗力很强横 沈洪秀微微吃惊 怪不得眼前家伙能重伤独孤伤 实力比凶天俊搞出不少 估计只有叶凡 能够单打独斗压制对方了 该轮到我了 当苗蜂狼和沈洪秀攻势稍慢时 面罩男子凝笑一声 他猛的一发狠 凌厉杀意从双眼透出来 冰冷刺骨 呼 身体暴动而起 狂风随即而起 面罩男子狂暴的气势 骇人心神 顿时让苗蜂狼和沈洪秀 也感觉到压力 下一秒 他向苗蜂狼扑了过去 小心 看到面罩男子爆发战斗力 沈洪秀喝出一声 他拔腿而起 速度再一次突破了极限 双手一探 拉住了面罩男子的肩膀 然后猛地一甩一泻 停止面罩男子对苗蜂狼攻击 此刻 沈洪秀感觉到自己的手 不是拉着一个人 而是拉着一座山 砰 面罩男子双臂一震 硬生生震开了沈洪秀 接着他身体横空跃起 右脚脚尖虚空顺点 宛若莲花绽放 狠狠踢向攻来的苗蜂狼 砰砰砰 苗蜂狼来不及躲避 只能双手对抗 他硬生生吃了对方十几下飞踢 胸口一闷 一口血水流淌出来 见到对方攻击如此凌厉 苗蜂狼吼出一声 任由对方一脚砸在肩胛 他趁机一拳打在面罩男子肋骨上 只听咔嚓一声 肋骨断了一根 面罩男子脸色一痛 随后他左脚一压 一踹 给我去死吧 他把苗蜂狼踹了出去 苗蜂狼闷哼一声 身体跌飞出去 嘴里吐出一口血 他后悔镇国府邸一战 用光蛊虫和毒药 让自己少了一大杀气 不然今晚不会这样狼狈 砰 看到面罩男子打飞苗蜂狼 沈红秀翘脸一遍挥出一刀 只是刀光刚闪 面罩男子就一脚踢到 这一脚 皆是实地踹在沈红秀的小腹上 一声巨响 沈红秀身体连续三个后空翻 秀 面罩男子没有犹豫立刻骑上 随着身体的高高跃起 一记披肘从上向下对沈红秀砸去 砰 倒地的沈红秀来不及闪避 只能双手抬起一挡 一声巨响 沈红秀肩甲一痛 被面罩男子一记披肘打跪在地上 他的锁骨疼得好像就要断裂 沈红秀也无法遏止喷出一口鲜血 血落地 触目惊心 不过沈红秀也了得 脑袋猛的一抬 狠狠撞在面罩男子的肋骨上 断骨一痛 面罩男子闷哼一声 下意识退出 七八公尺 他看住两人喝叫一声 你们全都该死 都去死吧 今晚一战 他先后被独孤伤三人所伤 腹部 肋骨和肩膀都渐血 这让他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耻辱 这二十多年来 他韬光养晦 为的就是天下无敌 结果连三个后浪都不能碾压 甚至沈半成横死在他面前 他怒 他脚步一挪 准备拍死三人 动我兄弟者死 就在这时 又是一个杀气冲天的声音传来 接着叶凡从山路报射过来 第1530章都不能放过 叶凡恭请就到了面罩男子面前 他一脚踹向了面罩男子 面罩男子脸色微变 反手一拳 拳脚相碰 砰 一声巨响中 面罩男子蹬蹬蹬退了三步 脸色止不住变了几下 一口鲜血差一点喷了出来 可见叶凡为了营救苗蜂王三人 使出多大的力气 下一秒 又听到脚步极咒 叶凡飞奔而至 脚步落地 惊天一剑 杀 面罩男子不甘示弱 也吼叫一声 抓起一刀来一个硬碰硬 二人看出彼此眼中的决定 也在那一刻狭炉相逢 当兵器相交 一声巨响 蛮力绽放 面罩男子脸色巨变 感觉被一座大山撞过一样 他们哼一声跌飞十几米 撞断篮杆 喷一声坠落山崖 叶凡也被巨大蛮力反弹回来 登登登退了七八步 一口热血从嘴里喷出 毫无疑问 面罩男子也试得近高手 王八蛋 只是叶凡没有忌惮 也没有在意伤口 稳住脚步后 又冲去了栏杆缺口 他想要看看面罩男子是死是活 羞羞羞 叶凡刚探出脑袋 三枚袖剑就击射过来 他打了一个机灵 向后一仰避了开去 袖剑擦住叶凡过去 射入后方的山壁 随后炸开 燃烧一波火焰 一股毒烟也弥漫开来 叶凡头皮发麻 暗呼面罩男子阴险 对方坠入山崖没受伤 却不马上离去 而是在下面等待机会偷袭自己 如非自己反应及时 只怕已经被对方算计中招 混蛋 叶凡抓起地上的沈家保镖 全部砸了下去 听到没有动静后 他才挪一脚步靠近查看 很快 借住背后的火光 他就看到面罩男子 已跳下山崖 在山坡草木中 动作利索地撤离 虽然视野模糊 草木诸多 可面罩男子却如履平地 很快就变成一个黑点 砰砰砰 叶凡捡起一把枪 对住面罩男子一番点射 却始终没有伤到后者身体 叶凡扭头看看 倒在血泊中的独孤伤 最后散去追击 面罩男子的念头 对方再重要 也不及独孤伤三人的生命 独孤伤 撑住 叶凡看到苗风狼和沈洪秀 没大碍后 就动作利索 跑到昏迷的独孤伤身边 他一脸焦急地检查 独孤伤的伤势 肩膀一枪 心脏附近一刀 肋骨被打断三根 五脏六腑也受到了伤害 伤势严重 白芒已用在相王身上 叶凡只能擦掉嘴角血水 拿出银针对独孤伤施救起来 他竭尽全力 稳住独孤伤的心脉和伤势 随后 他拿出手机联络黑玫瑰他们 一个小时后 在叶凡把独自一人 送入王室医院救治时 面罩男子也正悄悄钻进一处别墅 别墅有些年代 还位置偏僻 所以路上不见人影 倒是大厅亮着一盏灯 面罩男子走入进去的时候 正见熊天俊坐在沙发上不断咳嗽 接着一滩鲜血吐了出来 在灯光中说不出的红艳刺眼 熊天俊连嘴边的血都没擦拭 拿出一支药水注入了自己手臂 两久 他的咳嗽才缓和了下来 苍白的脸才渐渐恢复正常 鼓毒还没清完 面罩男子走了过去 从吧台取出一盒药 递给喘息的熊天俊 今天最后一次疗程 这口血是最后一点毒素了 以后不会再受折磨了 只是要疗养一个多月 熊天俊取出药片吃了进去 这几天身体透支过度 五脏六腑也受伤了 这苗蜂狼还真是人物 我一枪打爆他的蛊虫 却还是中了他的毒 幸亏我身边血清齐全 不然就要死在相国了 这也是我不得不向你求助 让你来接应沈半城离开的药因 他抽出几张纸巾覆盖住那口血 随后望中面罩男子问出一句 老 酒不是要今晚脱身吗 因为我受伤的缘故 他的撤离已经脱得够久了 而且我已经收到情报 叶凡得到了向王支持 调查小组也要对老酒动手了 熊天俊有着一谋担心 他再不撤离 就难遇离开相国了 他死了 听到说起沈半城 面罩男子微微眯眼 随后走到窗边 眺望夜空 他炸了第一桩 然后从地下通道撤离 可惜在后山被叶凡手下堵住了 我慢了半拍 去到的时候 他正好被对手杀掉 我一怒之下重创了对方 想要砍掉他脑袋 给老酒报仇 结果叶凡两个手下赶赴了过来 我 把他两个前将也打伤了 想要杀掉三人 让叶凡痛苦 谁知叶凡及时出现了 我倒不是惧怕他的地井伸手 而是你知道 我不能跟叶凡接触太久 如被他认出我是谁 我和你 还有很多人都要完蛋 他引去了沈半城 要亲手杀掉毒孤伤 结果阴沟里翻船的细节 这多少会让猫舟老鼠的他 背负责任 他也不希望被人知道自己犯了错 什么 熊天骏身躯一阵 老酒死了 怎么可能 他有点难以置信 但更多是无法接受 毕竟双方前几天还并肩作战 而且沈半城一死 他的老朋友也少了一个 真的死了 我亲眼所见 还检验了他的生死 脖子大动脉被刺穿了 别说你我 就是老A 也是回天乏术 我知道你对他的感情 只是人死不能复生 你不要太伤心 也不要想着报仇 而是要尽快离开相国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面照男子一探 老酒一死 咱们的人就剩下十一个了 十年生剧 十年教训 二十年之外 复仇正当时 每一个核心都非常重要 如果咱们这些核心 全部死去 这二十年努力积攒的开支散业 又有什么意义呢 他拍拍熊天骏肩膀安抚 节哀顺变吧 死了 老酒真的死了 扛住了那么多风风雨雨 却没想到这次阴沟里翻船 得到证实 熊天骏神情暗淡了很多 眼神也有着一抹揪心 放心 我今晚就会想法子离开 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熊天骏接着又喷的一声 一拳锤裂了插机 又是叶凡这王八蛋 这次 不仅毁掉了我们在相国的根基 还把老酒父子的命都弄走了 叶凡不能再留下了 一定要弄死他 他不死 我们的恶气无法发现 计划也无法实施下去 熊天骏眼里跳跃出杀鸡 对叶凡的恨意越发浓郁 双方原本没什么仇恨 但立场的不同注定你死我活 现在杀叶凡 难于上青天 而且暂时不是报复的时候 当务之急是你离开相国 好好疗养 面照男子淡淡出生 同时跳过杀掉叶凡这一环 开启毁灭唐门的计划 放心 我已经启动棋子在龙都部署了 熊天骏站了起来目光炽热出生 毁灭唐门计划不会有偏差的 不过叶凡也不能放过 这不是我被仇恨蒙蔽双眼 想要报复 而是他如果不陷入险境 狠易扰乱我们计划 就连你上次 股市一战出手 也可能被叶凡锁定保存位置 所以不管是否执行灭唐计划 我们都要想法子打压叶凡 相国的牙齿不够锋利 那就集熊国的刀吧 好 好